故事开始于汉景帝前缘元年,汉景帝留起刚刚即位,匈奴小王阿胡尔,贾借运良为名,又开城门之后,带领部队对汉边境大举进攻,一路烧杀前面。 长城内外烽火台开始连绵警报,八百里快马把消息送至京城,众将得知军情之后,紧急求见皇帝,然而朝措却正在给自己的皇帝学生灌输小不忍择乱大谋的理论。 况且此时,国内诸侯已成伟大不调之事,妄图脱离中央,实行地方割据,朝措立主削藩,而后才能腾出手,来解决外部问题。 汉景帝最终同意了朝措的建议,与亲兄弟梁王刘武结盟以此削藩,汉景帝一计划破格接待弟弟,当一行人到京城外时,不但给他送去了专用的御用鸾架,甚至抵达京城后,皇帝亲自驾车接梁王驰骋,这一番操作下来,让梁王赶配万分。 两兄弟生情并茂地交流着,内心的芥蒂开始消融,随着梁王到来,整个大挪仪式也算正式开始。 所谓大挪仪式,就是冬至前后举办,以此来庆祝丰收的仪式。 仪式上会有120个小孩拿着鼓唱一段。 随后大臣和宇林军在大殿前参加仪式,在挪舞后骑兵会传递火炬,并把仪式上的道具烧掉,丢弃在洛河中。 这就是整个仪式的流程,结盟计划开局顺利,窦太后一心宠爱梁王,与儿子一年才能见上一次。 正在苦无良策之时,景帝却随身附和,声称自己有个主意,可以让两人经常见面。 没想到窦太后紧跟着,借机要求景帝许诺弟弟为储君,也就是要景帝让亲弟弟继位,而不是把皇位传承给亲儿子。 众人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汉景帝的脸色尤其难看。 而梁王听到这个消息则是震惊不已,此时的他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更何况还是要继承大位。 好在表兄弟窦英及时就场,声称自己一时糊涂说了胡话,景帝也趁机喝下一杯酒,以此来缓和气氛。 可是窦太后的心却瞬间凉了下来,回到宫里,景帝留起那是郁闷的不行,本来听从朝错的建议拉拢刘武,却没想杀出来一个窦太后。 这样一来不但无法结盟,还得处处防着刘武,更别提薛藩了。 好在朝错再次帮他分析,让他继续坚持用亲情拉拢刘武。 这一天王美人的弟弟田芬,进宫来找自己的姐姐,远远地看见了外甥刘彻,竟然把自己当作风筝,想要一跃而下,田芬赶忙跑上城楼救下外甥。 随后将刘彻带到姐姐王美人身边,和姐姐聊起了当今朝野局势,眼下汉景帝准备大力薛藩,而影响最大的藩王就是吴王刘璧。 他可是富的刘友,当今天下有一半铜钱都是吴王供应的,况且吴国地处东海,供着关东西北的誓言。 但是每年正的言钱都能超过朝廷,一旦削帆刘弊不满必定谋反,田芬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王美人却不敢过多奢求。 上有太后皇后娘娘,下有长公主和丽妃,况且刘彻紧排在汉景帝第十子,好事根本闻不到自己头上。 没想到当晚汉景帝就找到他一番宠幸,随后便埋怨启斗太后偏袒凉王,竟然叫自己将皇位传给弟弟。 王美人耐心开导起皇帝,表示太后这样做也是被逼无奈,毕竟景帝继位却没能有个好身体。 万一以后英年早逝,斗太后担心自己没人照应,汉景帝听王美人说自己不行,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夸赞他分析透彻。 而此时梁王得知皇帝要大力薛藩,这叫他忧心忡忡寝难安,韩安国为他分析起形势。 朝廁已经前往各封国寻找藩王罪行,薛藩是在必行,所以各封王很可能会联合对抗朝廷。 而汉景帝必须依托梁王的力量,才能抗衡各国藩王,等到其他藩王被消灭,最后也就轮到梁王自己了。 梁主听后猛逼了,自己赢也是死不赢也是死。 韩安国再次献上妙计,梁王应当借此机会壮大力量,最终无论哪一方取胜,也能保证自己上有余力与致一战。 可以趁着和景帝结盟的机会,向朝廷索要军备武器和款项,凡是平时想要而得不着的,这会尽管需要。 第二天两兄弟见面,景帝想询问一下刘武对薛藩的看法。 刘武听后表示自己也是藩王,这是和自己商量有些不合适。 汉景帝立刻开启影帝模式,狠狠地吹嘘了自己弟弟一番,表明自己再怎么也不会动轻弟弟。 刘武听后颇为感激,于是斗胆禁言了八个字。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见弟弟有了明确表态,汉景帝终于放下心来,于是二人前往皇家园林进行捕猎。 一个侍卫从猎物上取下一支利剑,这是梁王的剑,上陵院是皇家园林,任何人不得私带兵器进入。 众人当即将此事告给了汉景帝,没想到他丝毫不介意笑着说道,梁王是自己亲兄弟,他的剑就是自己的剑。 说罢他还叫将士们一起演奏起诗歌,不明真相的刘武还跟着唱起来,脸上充满了欣慰的笑容,而得到了弟弟的鼎力支持。 当时,汉武帝也开始实施计划,他先将矛头对准了楚王刘武,他命令朝措率领人马,将楚王府邸团团包围,此时刘武正在享受雨水之欢,被打搅了兴致顿时大怒,朝措以淫荡之罪逮捕了刘武,次日汉景帝便在朝堂上公布了削藩政策,一时间满朝文武皆表示反对,只有朝措极力推行大力削藩,而窦英主动与他进行理论,表示削藩处碰到了许多人的利益。 如若实行无异于逼迫藩王造反,所以此事应当小心谨慎,可汉景帝薛藩心意已定,决定继续和亲稳住匈奴,为自己薛藩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百官见状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这日汉景帝心血来朝检阅部队,结果却叫他大失所望,朝措也是满脸愁容,就这些老弱残兵,朝廷拿什么去和兵强马撞的藩王抗衡,眼下汉景帝削了赵国楚国交西国,对于富饶的吴国却一直不敢下手,天下会耻笑朝廷,柿子竟减软的捏,可是要动吴王,就要准备跟人家打仗啊。 这样的军队怎么打,朝措安慰起皇帝,俗话说玉制兵必先则良将,老虎统帅的绵羊,必定能战胜绵羊统帅的老虎,而系柳营的周亚夫恰恰就是一头猛虎,先帝还说过国有难找亚夫,二人当即决定前往系柳营查看一番,不料皇帝的车架来到军营前却被拦住,汉景帝见状掏出传国玉喜叫朝措送去,将士这才放车队进入,而结果也没叫汉景帝失望,周亚夫带出来的士兵阵列整气滑衣,一个 各个气宇轩昂微风凛凛,他顿时对周亚夫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想瞧瞧这位治军严明的将军究竟何样,周亚夫因身批重甲,便只得以军礼拜见皇上,可汉景帝没有生气反而十分欣赏他,随即戏柳营的将士操练起来,只见将士人马合一训练有素,一朝一世皆是虎虎生威,比起其他军营的老弱残军强出树北,在回去的路上汉景帝对他赞不绝口,心底里已经开始盘算着,如何削弱吴国,吴王也在密� 他说,他想要怎样对付朝廷,眼下自己再不采取行动,下一个被针对的就是自己,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刘碧决定派人前去游说郊西王,与自己联合共同对抗朝廷,另一方面又派人找到匈奴大蝉鱼,承诺只要一起举兵夹击长安,到时候少不了他的好处,可大蝉鱼也是左右为难,自己毕竟刚刚答应与汉景帝和亲,这个时候出兵岂不是不讲武德,中行说表示大蝉鱼可以答应吴王,叫他们放开手脚反抗朝廷,等到大汉被缴得四 四分五裂,匈奴在集结兵力依次剿灭,到时候便可坐收渔翁之力,王美人这边望着候选人的画像查看了许久,只觉得画上一名叫秋香的女子妻丑无比,而这只是丽妃刻意为之,她嫉妒秋香的美貌,担心汉景帝见到她后自己会失丑,才故意将她画得这般丑陋,可皇帝为了报复匈奴蝉鱼,故意从画中挑选了一位丑女,而王美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短时间内将秋香打造成名园,教会她各种皇家礼仪,成为一位真正合格的大汉公主 介绍完家里人后,王美人吩咐几位公主为秋香梳洗打扮,刘彻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非要把姐姐嫁去匈奴,王美人顿时语色不知如何回答,刘彻从此也对匈奴产生了厌恶情绪,秋香终于迎来了培训环节,王美人也是十分敬业对她耐心指点,经过多日的练习秋香大有长进,王美人决定带她去亲自面见汉景帝,汉景帝本想拒绝,这和亲对于大汉来讲是一种屈辱,自己恨不得公主马上出发前往塞外 可在王美人的一再坚持下,她只得答应见上一面,没想到汉景帝看见秋香后傻眼了,想不到宫中还有这般美人,汉景帝本想深入了解一下,却被王美人打断 刘七想要留下她却又不好意思开口,只得望着家人离去的背影后悔莫及,而另一边有了其他藩王的鼎立支持,刘彼终于撕破脸皮,面对汉景帝的圣旨依旧口出狂言 大批侍卫瞬间涌出,将朝廷派来的人团团围住,刘彼一声令下顿石剑如雨下,众人当场毙命 刘彼将朝廷驻吴国境内的官员全部斩首,很快讨伐习文就编撰出来,英高却认为其中的文案有欠妥当 表示这篇文中,吴王只是强调了汉景帝杀害了自己儿子,自己为替其报仇才发动谋反 单凭这点恐怕难以服众,所以习文应该重点强调杀朝错清军策,而不能名言反朝廷 因为反朝廷就是反祖宗,很多刘姓诸王是不会支持刘彼的 刘彼听后便决定,把所有的罪名全都扣在朝错一个人的头上 朝错的老父亲听闻此事颇为担忧,半夜找到儿子请求他放弃薛帆的主张 如今朝错得罪了所有反王,他一个人不怕死没关系 可整个老朝家都跟着他提心吊胆 可朝错心意已决说什么也不肯退让 老父亲心如死灰决定了结此生,独自来到桥上一跃而下 刘弼造反的消息传到汉景帝这里 他当即提拔周亚夫为太尉掌管三军 周亚夫提出了对战叛军的策略 梁国是各国攻打长安的必经之路 可以叫梁王坚守不占抵挡三个月 周亚夫则率军前往山东解救七国 道士兵力增强士气高涨 再回师进攻围困梁国的无处主力 汉景帝听后左右为难 办法虽好可是这样就等于把梁王卖了 况且他能不能坚守三个月都是个问题 为此汉景帝整日忧心思索退敌之策 这日他听说袁王有一个不战而胜的妙策 顿时来了精神将其召见过来询问 袁王示意皇帝叫朝错回避一下 朝错心中一惊预感大事不妙 此时只剩下汉景帝和袁王二人 袁王表示这场动乱是刘弼蓄谋已久的 他曾经在无国为乡 深知无王的实力 想要平息叛乱也绝非一两天的事情 而眼前的一切祸乱 都是朝错一手造成的 他只是借薛帆助长自己的声势 袁王还在说个不停 可汉景帝听得大为恼火 他不相信自己敬重的老师会是图谋不轨 到了晚上汉景帝接到斗鹰的奏报 没想到从中调出了一个竹简 上面写着诸朝错清军策 他将其重新放回奏报中顺手一抛 没想到那个竹简又掉了出来 汉景帝顿时心如死灰感觉这是天意 到了次日早朝前 他决定再给朝错一次机会 自己朝上就下定决定处死老师 结果依旧和之前一样 这叫他内心悲痛欲绝 上朝之后百官集体请求处死朝错 可他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斗太后见他犹豫不决当场宣布皇上准奏 汉景帝没有反对也没有说话 默认了这一残酷的决定 随后汉景帝独自找到朝错 朝错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 便和自己的学生做了最后的告别 君臣二人顿时哭作一团 随后朝错被押网皆是腰斩势重 朝错蒙冤受死潦草地结束了一生 成为了文景时代最著名的政治悲剧 然而汉景帝想不到自己狠心杀了朝错 废除薛藩令救免了诸王起兵之罪 吴王刘毕依旧不肯退兵 元昂得知此事后颇为担忧 当初正是自己劝皇帝处死朝错的 如今朝错已死叛军依旧不肯退兵 皇帝白白损失掉了一位忠臣 这口气还不都得撒到自己身上 此时汉景帝后悔莫及 朝错的死非但不能换来和平 反而会叫个藩王以为皇帝胆小懦弱 想要退兵难上加难 而此时李广受梁王嘱托前来求援 希望皇帝能派兵支援叼阳城 汉景帝询问李广对朝错的死如何看待 李广如实相告 朝错却死死的冤 汉景帝的脸顿时被打得啪啪响 原本希望寻求一丝心理安慰 可李广快人快语丝毫没顾及自己的感受 他认为大帝当前朝廷更该坚定削藩 这样朝错的死才值得 他的在天之灵也能体会皇帝的良苦用心 汉景帝听后内心颇为感慨 认为李广敢讲实话是难得的忠臣 当即封他为萧綦都尉归周亚夫所属 梁王得知此事大为恼火 自己非但没有盼来援兵 反而白白失去了一位汉将 他只得送给周亚夫一封密信 催促对方拨给自己一些援兵 不过这次梁王学聪明了 他派一位文臣做使者去见周亚夫 可周亚夫根本不打算借出一兵一组 还因为使者言语放肆将其痛打一顿 恰好此时江东大如魏婉求见 周亚夫立刻设宴款待 魏婉表示万不可借兵给梁王 如果现在与强敌开战 无异于以卵击时 倒是不要说是围阳城 就是寒谷关和长安也保不住 无处虽有百万大军 我想那也不可一日无良啊 短短几句话叫周亚夫毛色顿开 决定想办法断掉敌人的粮草 于是周亚夫给梁王送去一封书信 告诉他坚守一个月无处必乱 豆太后这边后宫嫔妃 全部叫来聚众赌博 长公主刘嫖兴致勃勃勃地问道 赌注一把多大 豆太后听后调侃道 大家都是一些贵妃娘娘家产万贯 又不是没那个实力 要赌就赌大一点的 干脆一注就十两黄金吧 而且他规定每位娘娘都要参加 可丽妃忍不住抱怨完不起 一句话顿时叫豆太后心中不悦 可很快她便抢几出笑容 表示自己输了就罚酒一杯 但凡聪明点的人都能明白豆太后的用意 眼下弃国之乱战况紧张 前方将是浴血奋战粮草装备吃紧 正是筹措钱财的紧急时刻 老太后发动后宫想要掠尽棉薄之力 所以这场赌局赌的不是输赢 而是人情世故 可丽妃这个凶大无脑的家伙格局太小 甭管他明不明白怎么回事 反正叫自己掏钱一万个不愿意 其他人不敢得罪老太后 想尽办法输掉赌局献上首饰 丽妃不知是真输还是假输 最终也败给了老太太 犹豫了半天 这才从头上抓下了一个最小的首饰 极不情愿地上交给了豆太后 接下来便轮到了王美人 人与人格局与心胸的差距终于体现出来 王美人只是简单几句话 便为刘彻日后争夺皇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王美人开口就是既不如人 便直接掏出了自己的首饰 丽妃听得心里十分不爽 可她想不到豆太后来到了皇帝身边 决定把首饰当作军费全部捐献 不知情的汉景帝头都大了 以为老母亲是来劝自己发兵救助梁王 毕竟在她的心中更天向刘武这个儿子 梁王比自己这个皇帝都重要 不料老太后一番话叫汉景帝大感意外 豆太后承言 自己只是希望儿子能挺过磨难 汉景帝得知了妃子的所作所为颇为感慨 在她心中王美人也逐渐取代了丽妃 另一边周亚夫得到了未婉的指点 莫处联军的粮草一把火毁掉 局势瞬间发生了逆转 吴王刘弼听闻大惊失色 可很快恢复了冷静 眼下剩余粮草只能维持两三日 维阳城肯定是攻不下了 于是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如放弃维阳大军转移北上 速度攻占汉军的散舱 梁王见围困叼阳的吴军离去心生疑惑 推测一定是周亚夫断掉了刘弼的梁道 韩安国建议稍作修整立刻支援周亚夫 可梁王因为先前他不肯援助自己怀恨在心 想要做山官虎斗出口恶气 但随后又反应过来 如果自己不支援 那军功就都是周亚夫一人的 于是决定支援周亚夫 很快汉军连连大解 吴楚联盟在危急时刻爆发了内乱 一时间两军因为分粮部军矛盾丛生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接连败退 最终这场历时三个月的弃国之乱宣告失败 郊夕王赵王等人相继自杀 楚王建大事已去决定自饮毒酒 而刘弼则趁乱逃出重围 决定暂时投靠南岳王躲避追杀 然而刘弼想的还是过于天真 他在谋反之前实力雄厚堪称最强藩王 南岳王自然愿意与他多加来往 可如今刘弼已成反贼大事已去 自己若是收留了他和谋反没什么区别 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他以正忠诚 所以刘弼最终死在了南岳王之手 而周亚夫因为平定七国之乱立下大功 被汉景帝亲自接见表彰 多年来的心腹大患终于被铲除 汉景帝难掩激动之情 期间甚至朗诵起了高祖的大风歌 而梁王倚仗自己立下赫赫战功 逐渐开始鞠躬自傲 也对皇位有了觊觎之心 在后宫散尽前才想要收拢人心 正当众妃炒作一团时 汉景帝忽然驾到 见此情景疑惑不解 嫔妃们吓得大气也不敢喘 一听说是梁王主动送出的 汉景帝只觉得头顶有些发虑 气得当场转身离去 而王美人却与其他妃子不同 他认为珠宝是梁王送的 自己可不能带 汉景帝见王美人如此名势力 干脆也对他吐露心声 表示梁王结了无处大营 所得钱财不拿来上缴国库也就罢了 偏偏要拿来收买人心 诺大的一个后宫 唯独王美人算个明白人 梁王所作不止这一件叫汉景帝不开心 还有就是他上奏 替叛君及北王求情 尽管朝廷一再强调要严惩叛逆 梁王就是充而不闻 很明显就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可自己还只能照办 否则天下人会说 只有梁王仁慈而皇帝只会杀戮 此时王美人再次展现出了他的超高智商 短短几句话便解决了汉景帝的忧虑 他建议景帝一人到底 不仅要答应保住及北王的头颅 还要连他的王位一块保下来 这样世人就会认为 保及北王实则出自景帝的大度 这番话叫汉景帝毛色顿开 对王美人的喜爱又多加了几分 可是眼下还有一个大难题就是利楚 汉景帝有十四个儿子只能选一个 这是难办啊 可斗太后还在幻想叫梁王继承皇位 不料汉景帝提出任命斗因为太子太父 老太后一听心里拔凉拔凉的 连太子太父都选好了 看来利楚没小儿子什么事了 梁王得知此事对汉景帝怀恨在心 二人的矛盾也急剧上升 而丽妃倚仗自己身受皇帝恩宠 早已经对皇后之位垂涎三尺 在窦英的帮助下 不知使出了什么办法 让伯娘娘主动请求辞去皇后一职 汉景帝推断一定是丽妃在背后缩拭 虽然同意了她辞去皇后一事 可并没有急于选出下一任皇后 一时间后宫内暗流涌动 人人心中都有了一副小算盘 其中长公主刘嫖更是不甘寂寞 眼下皇后人选虽为确定 但十之八九是丽妃 毕竟她深受皇帝的喜爱 刘荣又被立为太子 于情与李这个皇后都非她莫属 于是刘嫖想要将女儿阿娇嫁给刘荣 如此强强联合再好不过 她立刻将媒婆叫来说明此事 刘嫖自我感觉良好 可丽妃根本不买账 刘嫖经常向皇帝敬献美女 虽然汉景帝一直宠爱丽妃 可她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失宠 这才对刘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 丽妃找到太子太父窦英说明此事 可窦英听后大惊失色 表示在争夺皇后的关键时刻 自己越是想得到越要装出不感兴趣 而且做事也要比以往越发低调 对于刘嫖也要打点沟通登门道歉 可丽妃的迷之自信叫她根本听不进去 太子刘荣正在刻苦钻研书籍 不料窦英上前仔细一瞧顿时大怒 打开之后竟是一幅春宫图 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也暴露出了刘荣不学无数的缺点 相反刘彻愈发的聪明伶俐讨人喜爱 这日众人来到汤泉宫泡澡 期间刘彻玩耍得不亦乐乎 干脆跑到了汉景帝面前逗了起来 可汉景帝却咳嗽连连 此时的他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 刘彻上前关心 一番话叫汉景帝又惊又喜 想不到刘彻如此年幼之事竟如此冤博 对他立刻刮目相看煞世喜爱 忍不住对一旁的刘嫖夸赞起来 刘嫖也赶忙上前夸赞刘彻 刘嫖之所以要帮刘彻说话 是因为不久前他刚与王美人立下婚约 自己决定将女儿阿娇许佩己刘彻 可很快汉景帝对他讲了一件事情 叫王美人痛哭流涕 那就是皇帝准备和匈奴和亲 想将南宫公主远嫁赛外 王美人虽心中不舍却又无能为力 一路上哭哭啼啼回了皇宫 却遭到丽妃一顿冷嘲热讽 刘嫖听后开始反击 丽妃背对得怒不可遏 晚上便找到汉景帝说起了二人的坏话 自认为功劳比起王美人和刘嫖都要高 一番话彻底惹怒了汉景帝 想不到丽妃心胸与格局竟如此狭隘 一旦太子刘荣继为丽妃做上皇后 他不敢想象其他皇子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此刻汉景帝也坚定了非太子的决心 可丽妃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还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触探 随后被汉景帝教训了一顿又惊又怕 不知道为何一向宠爱自己的皇帝如此暴躁 由于担心自己会失宠 次日他便找到窦太后哭哭啼啼 诬陷王美人借着汤泉宫沐浴的机会 挑拨自己和皇帝的关系 可窦太后早就看出丽妃难以胜任皇后 于是告诉她事情真相 皇上赵王娘娘去汤泉宫是为了谈和亲的事 为此王美人忍痛割爱决定送出南宫公主 大家都在为国家设计倾尽所有 而丽妃只会在这里争风吃醋 一番话说的丽妃无言以对 转眼间到了南宫公主出嫁的日子 王美人亲自为女儿淑媳打扮 公主忍不住抱怨起来 一时间众人抱坐一团痛哭流涕 王美人听得心在低血 自己何尝不想将女儿留在身边 只是为了江山的稳固只能狠下心来 没多久南宫便坐上马车准备启程 王美人在临行前将自己的玉送给女儿 以此作为留念 母子二人恋恋不舍就此别过 虽然汉景帝此举过于屈辱 却为汉兄边境换来了十年的和平 这十年间大汉王朝立兵莫马积攒实力 为后来汉武帝踏平匈奴奠定了重要基础 而此时刘彻得知姐姐出嫁的消息悲痛欲绝 拼尽全力赶来想见最后一面 最终还是没能追上宋亲的车队 从此一颗愤恨的种子在刘彻心中埋下 他心中发誓要将匈奴彻彻底铲除 汉景帝更是一脸的愧疚自责 太监掏出一串亲手编织的封铃 这是南宫临行前送给父皇的礼物 他说这铃声就是他的歌声 汉景帝听后心如刀绞 更加觉得对不起女儿 刘嫖为了扳倒丽妃特意设下圈套 叫来丽妃的哥哥丽奔 表示皇后置位空缺多时 现在后宫无主不合乎礼意 恰好现在皇上有丽后之意 丽奔完全可以奏请汉景帝早丽皇后 丽奔为朝廷司理官 提出丽后仪式也在他的职权责任内 如果丽家真能出一位皇后 那也算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刘嫖两三句话就把丽奔忽悠了 答应次日早朝上做此事 第二天汉景帝召集文武百官 询问起自己的皇陵建造进度如何 大臣表示皇陵已基本完成 只是由于后宫人事未定 暂时还没有设计皇后的寝宫 此话一出百官都来了精神 想听听汉景帝对于丽后的态度 可如今丽后已成为敏感话题 汉景帝似乎不愿提及此事 含糊其词的一笔带过 丽奔主动站出来上奏此事 表示后宫不能一日无主 需要尽快立太子生母为后 还说这是管桃公主的意思 不料此话彻底激怒了汉景帝 误以为是丽妃在背后栽赃流瓢 对他越来越失望 立马给丽奔案了个大不敬的罪名 直到这时丽奔才反应过来 自己中了圈套却为时已晚 得知此事的丽妃大惊失色 想要找皇帝替哥哥求情 却被窦英兰在半路 劝丽妃一定保持冷静 现在皇帝正在气头上 这一去非但不能救回哥哥 反而可能会连累自己 刘嫖为了彻底扳倒丽妃找到斗太后 挑唆他劝皇帝铲除丽氏一族 汉景帝很快就要拿丽家开刀了 并决定罢出太子刘荣 此话一出群臣皆大惊失色 周亚夫更是站出来反对 自古以来储君都是力长不利用 况且刘荣本人也无明显过错 如此轻易废掉恐怕难以服众 斗英作为太子太傅更是极力劝阻 甚至把高祖皇帝搬了出来 高祖皇帝当年也想废太子改立储君 后来权衡利害收回了成命 然而汉景帝是铁了心要废掉刘荣 如果再次阻挠只怕向上人头不保 斗英再也不敢作声 百官只得顺从皇帝之意废掉刘荣 随后汉景帝免去了陶卿的丞相 任命周亚夫为丞相削去骑兵权 并把军权揽入自己手中 这一招看似对周亚夫名声实则暗讲 只是因为他功高盖主皇帝实在不放心 此时往美人亲自来探望狱中的丽妃 并带来家里火房做的点心 丽妃抱着点心狼吞虎咽起来 也顾不上往日的尊荣华贵 一听说为自己送来了衣服镜子 他又迫不及待地舒适打扮起来 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 天真的以为是皇帝来探望自己 没想到是朝廷派来审问他的官员 这叫丽妃心如死灰 最后一丝希望也化为泡影 尽管他一再呼喊也无人理会 没多久丽妃便在狱中服毒自尽 儿子刘荣被贬为临江王派往封地 汉景帝今天一时兴起 将最近发生的大案卷宗拿出来 决定叫众皇子各书几件进行断案 一个养子杀了继母 凶犯名叫方年 方年的亲母死后父亲那了一个妾 可是小妾与别人通奸合伙把丈夫杀死 然后报官谎称是强盗所杀 等到方年长大后才知道事情真相 于是一怒之下将继母杀掉 依照汉率杀母是大逆不道之罪 理应凌迟处死 廷尉也是这样宣判的 众皇子皆认为廷尉处理得当 唯独刘彻表示反对 认为继母与方年并无血缘关系 继母既然杀死了丈夫 就表明情爱已决 方年与继母也不再是母子关系 继母就成为了杀父仇人 方年为父复仇杀人触犯法律 只应以杀人罪追究 而不应论以杀母的大逆不道罪 汉景帝想不到刘彻竟然对汉率如此精通 对他更是喜爱有加 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储君人选吗 到了晚上汉景帝对王美人夸赞起刘彻 联想在他行官里的时候 给他改个名字刘彻 彻就是清澈聪明的意思 说吧还夸奖起王美人教子有方 更是想叫他坐上皇后之位 王美人听后颇为开心 幻想着刘彻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太子 可是眼前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梁王刘武 因为窦太后偏爱小儿子 一直想叫梁王继承皇位 元昂却认为如果开了这个先例 以后的皇上兄弟之间也会相争起来 汉家的天下必不能安宁 元昂的一番话叫窦太后无言以对 元昂为了彻底打消她的念头 距离力争 喋喋不休说个不停 窦太后顿时恼羞成怒 被气得晕倒过去 而在殿外偷听已久的梁王忍无可忍 当着皇帝的面拔剑就要砍了众人 此事过后梁王彻底失去了争处希望 窦太后也对小儿子极其失望 指责他竟然向哥哥拔了宝剑 这日汉景帝宴请周亚夫入宫赴宴 可周亚夫因为先前被削去兵权不满 所以对待赴宴仪式态度冷淡 连礼服也不肯穿戴 他推测是边关告急 皇帝要重新启用自己 因此周亚夫这才有恃无恐不景不慢 就算误了赴宴时间也丝毫不慌 过了许久他才赶到宴会 汉景帝见他身披粗布麻衣十分不爽 很明显这是没把自己当回事 宴会开始众人品尝起桌上的美味 周亚夫却东张希望无从下口 原来自己的桌上没有餐具 于是他将不满都发泄到了下人身上 汉景帝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担心周亚夫公高振主威胁到自己 决定抓住机会拿他开刀 声称是自己故意这样安排的 周亚夫见状不妙立刻起身道歉 可汉景帝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 指责他如此嚣张跋扈不是一两天了 皇宫已经容不下他了 下令叫周亚夫拍拍屁股回家养老 周亚夫不甘心地转身离去 回家后便派人修建陵墓 表示自己身为尽兴死一定要尽情 于是吩咐儿子打造五百盔甲 留着将来陪葬用 此时很快被朝中大臣得知 以谋反罪向汉景帝上奏弹劾周亚夫 汉景帝立刻派钦差前去询问周亚夫 周亚夫本来就心存怨恨 听到皇帝怪罪自己更是忍无可忍 干脆一句话也不说静止离去 这下彻底惹恼了汉景帝 要将周亚夫送到廷尉府问话 事到如今周亚夫自知凶多吉少 趁着收拾行李的机会决定自杀 危急时刻却被夫人制止 周亚夫在囚禁廷尉的过程中拒绝禁食 几天后在狱中吐血而亡 夫人闻讯后也在家中自尽 一代名将周亚夫的传奇一生就此落幕 汉景帝这边虽然表面上原谅了弟弟 但仍对他心存不满 于是下令叫梁王进京谢罪 梁王听到圣旨后忧心忡忡 猜测皇帝是想借此机会除掉自己 此时韩安国再次献上妙策 在他耳边就是一顿叮嘱 到了梁王进京这天 汉景帝派出车架在韩谷关等候 大臣一脸喊了好几声 也不见有人回应 他上前一看就发现车内空无一人 梁王消失得无影无踪 斗太后得知悲痛欲绝 指责是汉景帝杀人灭口 无论汉景帝如何解释 老母亲一口咬定就是他害死了梁王 你杀了他 是你 汉景帝心中又急又气 这么大一个屎盆子 直接扣到了自己头上 然而众人不知道的是 此时梁王已经改走小路 去找姐姐刘嫖 表示自己担心汉景帝 会派人谋杀自己 所以只派出空马车 叫人试探一番 他想叫姐姐去探探皇上的口风 看看是不是真的饶了自己 刘嫖认为梁王此举 只会害了自己 决定次日陪弟弟 向汉景帝赴京请罪 梁王一见到皇帝便下跪请罪 臣有罪 罪该万死啊 汉景帝最终还是原谅了弟弟 叫他负罪返回封地 后来梁王多次请求留在京城陪伴斗太后 却都被汉景帝拒绝 转眼间四年过去了 梁王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他自知十日不多 决定对哥哥吐露心声 表明自己对皇位再无设想 汉景帝也终于放下心来 没多久梁王因为疾病离世 死后嗜好梁孝王 在未清或去病出现之前 智兜是汉景帝对付匈奴的一把利剪 他铁面无私严格执法 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库里 而最近他就接了一个大火 汉景帝要派他审理临江王刘荣 理由是刘荣在封地内肆意妄为违反朝规 果然智兜的铁血手腕叫刘荣苦不堪言 没多久便自尽身亡 豆太后听说孙子自尽勃然大怒 认为是智兜害死了刘荣 推断幕后主使一定是汉景帝 汉景帝也是一脸的委屈 自己只是叫智兜去给他点教训 没想到刘荣气性这么大惊会自杀 豆太后逼迫汉景帝将其处死 以此来告慰孙子的在天之灵 可汉景帝还得指望他为自己抗击凶母 所以只得装装样子惩罚一下他 教职都跪在地上反省 汉景帝特意对审讯官员旁敲侧击 表示自己只是为了警示一下智兜 没有其他的意思 所以官员迟迟不敢定他的罪 汉景帝为了敷衍豆太后 表面上将他隔职命其还乡 智兜的马车行至半路却又接到圣旨 任命他为燕门太守立刻赴任 而智兜也没叫朝廷失望 刚一上任便指挥大军连连击败匈奴 一时间匈奴禅于急得寝食难安 却拿他毫无办法 可是好景不长 智兜成为燕门太守的是被斗太后知道了 原来禅于为了除掉制度 以南宫公主的口吻写了一封信 表明自己整天都会受到禅于的家暴 原因是智兜经常率军进攻匈奴 匈奴每失败一次蝉鱼便发一次火 于是痛打自己一顿发泄不满 豆太后立刻找到汉景帝 逼迫他下诏叫冯敬接替燕门太守 智兜接到圣旨心如死灰 但还是叮嘱冯敬保护百姓守住燕门关 智兜的报复不能施展备受打击 于是独自掏出宝剑选择自裁 他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 希望冯敬能把皇帝赏赐的苍鹰图带回朝廷 而智兜死后不久燕门关就被匈奴公婆 冯敬在作战中惨遭斩首 李广见状颇为惋惜 如果智兜再次也不至于如此 汉景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他自知时日不多 担心不能看到刘彻长大的那一天 于是对王美人吐露心声 决定提前冠礼的时间 此举意味着刘彻已经成年 更可顺利继承皇位 朝野中也不会有人不服 正说着汉景帝吐出一口千年老血 王美人慌忙去拿药碗 却不小心打翻 二人心里皆是一惊 种种迹象表明汉景帝命不久已 于是魏婉立刻吩咐不暇 叫李广回京防止奸人趁机作乱 然后则即日为太子行冠礼大典 命令御医多用歇药 保证皇帝有足够的体力主持典礼 一切准备妥当后冠礼如期举行 此时的汉景帝举步维艰 甚至连为儿子佩戴冠冕的力气都没有了 却抢挤出一丝笑容面对众人 你要顶起大汉的天下 唯以刘彻大汉天下的重任后 汉景帝再次口吐鲜血 急忙被人搀扶下去休息 刘彻想不到这是老父亲临终前 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 随后刘彻来到豆太后身边拜见 豆太后也点名汉景帝此举 是因为自知命不久已 刘彻听后内心五味杂陈 这才明白老父亲的良苦用心 忽然殿外丧中敲响 豆太后意识到汉景帝已经驾崩 顿时悲痛欲绝 后援三年九月甲子 汉景帝驾崩于魏阳宫 足年四十八岁 刚成年的刘彻及皇帝位 尊母亲王制为皇太后 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启 而刘彻一登基便进行人事调动 叫豆英接替魏婉的丞相位 又任命舅舅填坟为太尉掌管军权 接着对其他有功之臣一顿风赏 随后他迫不及待地跑到母亲身边炫耀 看刘彻这副开心的样子 完全忘记了刚刚经历的丧腹之痛 王太后提醒他保持低调 让他无论大事小事 要先找豆太后商量 刘彻却不以为然 转头就调戏起了小宫女 这天宫女奉斗衣房之命 来给皇帝送水果 可喊了半天也不见刘彻的影子 忽然被帘子后的刘彻吓了一条 刘彻一勾手 宫女便战战兢兢地来到他身边 可刘彻这小子见他有几分姿色 竟然开始动手动脚 吓得宫女在前面不断逃跑 刘彻在后面不停地追赶 他越是跑刘彻越是兴奋 最终宫女还是被刘彻抓住 随后发生的事情各位脑补 寒烟见此情景大感意外 为了避免此事泄漏 立刻将下人赶走 可是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件事还是被太皇太后知道了 这天刘彻正在更衣 忽然发现伺候自己的人 正是那天宠信过的宫女 她叫灵儿 是太皇太后特地送来侍候她的 刘彻闻言让春陀立马将人送回去 春陀见状赶忙拦住刘彻 表示自己在宫中待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哪个人 敢把豆衣房送来的礼物退回去 因为一个宫女得罪了她不值得 可以让灵儿尽量少出面 刘彻这才答应让她留下 到了晚上灵儿为刘彻端来了洗脚水 刘彻望着她又忍不住调侃 太皇太后居然舍得把你做陪嫁 先送到镇身边来 灵儿说自己被派来侍候她 是因为太皇太后怕她偷嘴吃 刘彻听后龙颜大怒 埋怨老太太被地里嘲笑自己 干脆把火都撒到了灵儿身上 滚 快滚 而很快刘彻与阿娇的婚妻就要到了 这天她去后花园散步 忽然看见一个疯女人正在大笑 听说这就是自己未来的媳妇失望至极 她只得对舅舅发泄心中不满 以自己不想婚配为由拒绝这门婚事 田坟却质问刘彻 难道她忘记了金屋藏娇的誓言了吗 这件事早已在民间流传 如果皇帝不对线诺言就会失信于民 也会惹得长公主和太皇太后不高兴 很快就到了刘彻和陈阿娇大婚的日子 整座皇宫上下喜气洋洋 可刘彻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自己根本就不想娶这个疯女人为皇后 在母亲和舅舅的劝说下这才被迫同意 反观陈阿娇却是满脸笑容 婚礼上大白酒宴招待皇亲国企 刘彻开始为亲朋好友敬酒 忽然她一眼瞟见了一位曼妙的女子 竟然不顾众人眼光当场查起了户口 女子是淮南王公主刘灵 二人光天化日居然挑起情来 一旁的平阳公主实在看不下去了 对弟弟一番旁敲侧击 刘彻依然不以为然 将宾客打发走后 便和刘灵来到一处角落交流一番 事后刘彻提起裤子就要走人 化身为极品渣男 头也不回匆匆离去 刘灵顿时心如死灰 想不到皇帝竟会如此薄情 发誓一定要狠狠报复刘彻 而刘彻回到寝宫后 对陈阿娇爱答不理 甚至随便找个理由发起脾气 陈阿娇受不住气 便踹了她一脚 两人随即大打出手 下人们心急如焚 却无一人敢上前阻拦 直到刘彻挂了彩 春陀才上前查看 刘彻一刻也不想和疯女人待在一起 当即骂骂咧咧转身离去 陈阿娇还想上前理论 却被春陀拦住 这场闹剧也值得作罢 另一边匈奴缠于年 是以高决定选拔接班人 最终入围者分别是大儿子医治邪 以及南宫公主所生的小儿子于丹 很快众人纷纷做出选择 唯独汉人中行说迟迟不肯表态 最终小儿子于丹成为继承人 村伦神注定让于丹成为我们匈奴 未来的大缠于 医治邪心中不服却不敢反抗 指得前往父亲赏赐的封底 临行前中行说驾马及时找到他 表示自己刚才不方便表态 但内心还是支持他的 随后便是一番开导 医治邪是真正的匈奴人 而于丹的母亲是汉人 所以他根本不配接替缠鱼 将来匈奴灭汉的希望在医治邪身上 医治邪明显把这番话听了进去 来到封地后整日操练士兵 还不忘记细心照料那几只猎犬 他将醉酒的士兵直接扔进狗窝 因为饥饿会使猎犬变得凶残 医治邪为了叫士兵们更加嗜血 将所有将士召集过来 表示自己的弓射向哪里 众人的剑也要射向哪里 他一剑射向一匹自己心爱的马 众人纷纷犹豫不敢射箭 医治邪直接挥刀 当场处决了出面辩解的将领 一番操作彻底惊呆了众人 而医治邪很快又将矛头对准了妻子 医治邪对王妃格外恩宠 这天叫他缝补一面带有狼的惊奇 王妃辛苦缝制了一个晚上 次日满心欢喜地拿着惊奇找到医治邪 不料却惨遭丈夫射杀 医治邪让没有射箭地站出来 请客间那几个士兵就被射成了马蜂窝 众人再也不敢违反医治邪的命令 在他的治理下军队变得越来越冷血 这正是他所想要的 医治邪暗中发誓要拿回属于自己的王位 汉氏这边刘彻与赵婉王妃商议 声称自己想要夺回政权重新改革 彻底摆脱窦衣房的牵制 于是趁着他不在皇宫的机会 刘彻决定叫赵婉上奏一个折子 告诉那些大臣们 朝中主示的是他刘彻 刘彻再三叮嘱不要让窦衣房知道 否则一切计划将会落空 他叫二人分别去通知窦英和田粉 王妃来到田粉府上悄悄说明此事 不料被刘灵听得一清二楚 刘灵担心刘彻掌权后 父亲淮南王的权力将受到影响 所以派妆轻敌连夜通知了窦衣房 窦衣房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为孙子保驾护航 换来的竟是刘彻的厌恶与算计 于是他决定连夜返回皇宫阻止此事 次日早朝前刘彻整理衣冠 将自己打扮成一副大人的模样 一想起自己就要甩开束缚独断朝政 他迫不及待地登车前往大殿 不料半路却被太监拦住 得知太皇太后已经回到东宫 刘彻内心慌的一批 可还是故作镇定来给奶奶请安 窦衣房声称自己这里有 一道装轻敌城上的奏城 是弹劾李婉王脏所犯监力之事 要求孙子立刻惩败二人 想不到将还是老的辣 刘彻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于是在朝堂上被迫宣布逮捕李婉王脏 王美人担心刘彻惹怒太皇太后 自己会重蹈立妃的负责 为了给窦衣房一个交代 决定叫田坟带去毒酒处死李婉王脏 恰好刘彻前来探监 他见到毒酒直接举起酒杯 刚要自己喝下去被田坟制止 为了不使皇帝为难 李婉王脏二人于狱中自杀 支持改革的窦英田坟也被解除之务 推行一年的剑员革新以失败告终 这日平阳公主将刘彻叫道府中 他特地为了弟弟准备了一个惊喜大礼包 只见姐姐双手一拍 从围账后走出了多位妙龄女子 刘彻见状猥琐一笑 缓缓走到众人面前 拿起柳之戏弄起了女子 她闲玩得不够尽兴 干脆用水泼了起来 一时间屋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刘彻玩得累了便坐下休息 而此时我们的主角才刚当登场 平阳公主让一旁的魏子夫献上一曲 只见女子轻轻排动琴弦 一阵婉转动听的歌声萦绕在整座府中 刘彻见到魏子夫后顿时呆着 想不到姐姐府中竟有如此美人 真称的上市国色天香倾国倾城 还没等魏子夫演奏完 刘彻迫不及待地上前打断她 直接将魏子夫揽入怀中 抱进了寝室 弟弟在屋子里面玩得高兴 姐姐在外面也没闲着 把魏青叫了进来 三分钟后 刘彻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直接瘫倒在姐姐面前 一副意犹未尽的感觉 姐姐立刻将魏青叫到身边 表示郭姐号称天下第一剑客 而魏青的剑术与她不相上下 可刘彻听后不为所动 平阳公主便说她就是子夫的亲弟弟 刘彻这才来了精神 见魏青妻与宣坤 决定叫她和魏子夫一同进宫 刘彻在姐姐的帮助下 短短一晚便收获了两个大礼包 作为回报决定赏给姐姐千两黄金 临行前公主含情默默地看着魏青 魏青虽是府中下人 可公主却一直喜欢着她 她深知魏青在公主府中难有大作为 于是忍痛割爱将其举荐给皇帝 希望魏青能够更好地施展才华报复 可万事开头难 魏青因为无权无视遭人冷落 出入皇宫的她受到了排挤 只得被迫做起了马夫 而陈阿娇听说了刘彻与魏子夫的事情 顿时醋一大发耍起了脾气 追在刘彻屁股后面就是一顿指责 刘彻指责她就像个村妇一样满嘴脏话 根本不像个母艺天下的皇后 陈阿娇心里一肚子的委屈 要不是自己托母亲向斗一房说尽了好话 恐怕刘彻的皇位早就不保了 可她却恩将仇报搞起了别的女人 刘彻最讨厌陈阿娇用刘嫖来威胁自己 自己又不是刘嫖的奴才 大汉皇帝难道还要看丈母娘的眼色吗 质问陈阿娇 能为自己产下棘子来继承江山 这番话戳中了陈阿娇的痛点 哭哭啼啼地来到母亲身边诉苦 刘嫖安慰女儿说自己已经请求斗一房 将为子夫裁人的名嫌除去降为宫女 可陈阿娇还是不依不饶 刘嫖见状也很无奈 谁让自己的女儿下不出蛋来呢 皇上总不能一直守着 一个不孕不遇的皇后吧 虽然嘴上埋怨女儿不争气 可还是担心她会失宠 于是找到魏子夫给她个警告 叫其远离刘彻 魏子夫为了自保只得远离刘彻 她也从刘彻的脑海里渐渐淡出 刘嫖见警告起了成效放下心来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魏子夫竟然怀孕了 还是刘彻的龙肿 一想起自己的悲惨命运 魏子夫忍不住泪眼朦胧 后悔自己当初随皇帝入宫 可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 向皇帝禀报 刘彻听闻喜出望外 宫里人都说自己不行 这回魏子夫怀上了龙肿 也终于为自己证明 不行的是皇后陈阿娇 窦衣房听说后也十分激动 可陈阿娇见状哭哭啼啼 她意识到自己快要恃宠了 王太后连忙向刘嫖道歉 窦衣房立刻拦住王太后 自己高兴还来不及 根本不打算责怪刘彻和魏子夫 毕竟这是为大汉传宗接代延续血脉 她生怕魏子夫会遭到报复 表示陈阿娇结婚多年至今未孕 自己心里一直不是个滋味 生怕自己抱不上孙子就撒手人寰 既然怀上了龙肿就要好生伺候 她决定把魏子夫安排到侧室居住 随后又派人通知太师太子安利行仪 窦衣房的一番话也是在间接敲打刘嫖 警告母子二人不要伤害魏子夫 陈阿娇回到寝宫痛哭流涕 刘嫖叫她赶紧去看太医 否则别说失宠了 就连能不能保住皇后之位都成了难题 说吧 刘嫖又指责起自己当初自己见魏子夫天生励志 必时手软这才放过她一命 现在后悔却又无从下手 一旦魏子夫有个好歹 那自己和女儿一定会被怀疑调查 非但不能除掉她反而会引火上身 事到如今只能忍下这口恶气 这日刘彻率领众人来到上林院打猎 原本以为会是一场猎杀盛宴 不料跑了半天也没见到猎物 这叫刘彻有些失望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还没过瘾呢 决定叫众人继续寻找路群 然后自己找到一处阴凉躺下歇息 寒颜苦苦寻找半天也没能发现 于是瞒着刘彻悄悄来到见张营 趁着侍卫不注意偷了几匹军马 然后跑到皇帝身边谎称发现了军马 刘彻一听就来了精神 立刻上马和众人进行追赶 他大功瞄准松手就是一件 一匹军马顿时摔倒在地 将士们欢呼雀跃 刘彻更是得意洋洋 望着战利品十分开心 正当他心满意足准备回宫时 魏清驾马及时拦住众人 告诉他射杀的是见张营的军马 刘彻听后满脸疑惑 寒烟明明告诉自己是野马 不过军马皇家有的是 射杀一匹也无所谓 魏清听后大骂汉朝没希望了 汉朝没希望了 这番话叫刘彻大感意外 想不到他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魏清抱着马失声痛哭 刘彻问起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魏清表示汉朝人打不过匈奴是有原因的 匈奴人爱自己的马爱自己的女人 而汉朝人一不爱马 二不心疼自己的女人 这是汉朝人打不过匈奴人的关键 刘彻想不到魏清身为一个马夫 竟会有这么多的想法 于是再次询问起魏清刚才所说的 汉朝人不心疼女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魏清说自己指的是和亲 指的是汉朝人对匈奴人的政策 刘彻听后心里一惊 魏清的话正好戳中他的痛楚 猛然回想起南宫公主出嫁时的情景 这种屈辱叫自己一直不能忘怀 魏清的血性叫刘彻颇为赞赏 自己早就对和亲政策不满了 决定迟早要废除和倾踏凭匈奴 魏清因为此事被提升为建章迎监局 一时间赢得了众人的尊重 窦一房得知孙子出宫寻欢作乐颇为不满 决定借机收拾他一顿 早朝上窦一房望着空荡荡的龙椅大墓 他立刻叫田坟列举出刘彻的过错 田坟不敢得罪皇帝 把锅甩给了掌管纪时的东方朔 东方朔可就鸡贼得多了 他表示大臣们上朝的时辰已到 可按照规定皇帝可以晚来一个时辰 窦一房猜想刘彻肯定是赶不回来了 为了叫众人心服口服干脆就等一等 此时刘彻正急匆匆地往皇宫赶 不料城门紧闭叫他心急如焚 只得调转方向直奔西司马门 田坟找到东方朔一番叮嘱 沙漏可不能漏得太快 东方朔对沙漏也是使劲浑身解数 不停地将沙子往裤兜和靴子里塞 然后趁人不注意 一股脑地把沙子再次倒入沙漏 不明真相的窦一房洋洋得意 还给王太后打起了预防针 如果今天刘彻耽误了早朝 那就别怪自己一组织废除他 可窦一房左等右等 这沙漏就是漏个没完 不知不觉两个时辰都过去了 老太太也察觉出了猫腻 耐心也终于被磨完了 迫不及待地就要宣布废掉刘彻 危急时刻填坟再次阻拦 想尽办法拖延时间 终于等来了刘彻 他一路小跑直奔大便 这叫窦一房大胆意外 王太后见状松了一口气 可窦一房还是不肯轻易放过孙子 准备以荒西朝政处罚刘彻 不料刘彻表示此次出宫并不是游玩 而是替母亲找回了他失散民间的女儿 随后一个村妇被带了上来 王太后顿时泪眼朦胧 二人抱作一团痛哭流涕 这叫一直提倡孝道的窦一房大为感动 决定不再追究此事 这日刘彻为了对付匈奴正在训练与邻军 他决定打造一批优秀的将领抗击敌人 大行令王辉送给刘彻一个礼物 刘彻望着锋利的宝剑爱不释手 得知这是匈奴人的兵器顿时大惊 而王辉此举的目的 是想让刘彻了解一下匈奴人的装备 刘彻立刻来了兴趣 当即叫来魏青就要鄙视一番 只见刘彻将手中宝剑一挥 魏青的剑便被一分为二 这叫刘彻更加好奇 匈奴人究竟从哪里得到这么优良的制裁 王辉解释说此剑为金刚打造名叫净路 色黑力坚为铁中最锋利者 人才比金银还要昂贵 汉朝至今都不能锻造出来 刘彻听后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 再这么碌碌无为下去 只怕大汉会被匈奴吞灭 王辉见皇帝愁容满面开始安慰道 实际上制造金刚的技术匈奴人也没有 这些都是从西域传入的 刘彻随即前往铁匠铺 寻找能工巧匠想要锻造金刚 他将宝剑递给了一位老铁匠 老铁匠一眼辨识的此物 想必对其有所研究 于是刘彻命令他30天内打造完成 可提炼金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艺 况且原才也十分难找 老铁匠只得保证尽力而为 30天后宝剑终于被打造完成 刘彻望着他颇为激动 于是叫魏清取来匈奴剑鄙视一番 可下一秒却惨遭打脸 刘彻顿时失望至极 看来制造金刚的技巧必须要到西域学习 而汉兄这一仗迟早要打 总和亲也不是个办法 刘彻决定切断匈奴与西域之间的联系 避免先进兵器流入敌人之手 然后派人与匈奴周围的邻国搞好关系 变成汉朝的盟友 如此对付匈奴的胜算将大大提高 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有胆识有能力 敢于穿越匈奴去出使西域的人 也为后面张谦出使西域埋下了伏笔 另一边匈奴缠于将两个儿子 叫来进行狩猎大赛 看到医治邪的部队整齐滑衣训练有素 老残于忍不住连连称赞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儿子这番苦心经营都是为了对付他 很快狩猎仪式正式开始 由医治邪先行陪同父亲出发 随着猎物越跑越远队伍不断追赶 众人来到了一处偏僻的草场 医治邪剑时机成熟决定动手 趁着父亲不注意他搭工就舍 老残于摔落马下当场身亡 医治邪没有丝毫怜怜反而激动万分 立刻率领大车返回军营 宣布残于已死 而他将以长子身份继为大残于 众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 可担心自己会受到牵连指的听从安排 中行说剑撞带领众人下跪 表示这是昆仑神的旨意 并从于单手中抢下象征权力的权杖 交给医治邪承认他缠鱼的地位 此时医治邪终于暴露出了他的野心 他决定改变父亲长期以来和亲的政策 对汉朝采取强硬方针发起主动进攻 彻彻底底地征服汉人 而刘车这边也没闲着 他准备派遣使者出使西域 一方面学习锻造金刚的技术 加强与西域各国的交流 另一方面想要联系匈奴的林国月之国 联合起来一同对付强大的匈奴 刘车在京城张贴黄榜寻找使者 最终张谦接下黄榜揽下重任 不久后队伍秘密地由长安向西进发 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苦难征程 刘车望着张谦等人离去泪眼朦胧 他不知道众人还能不能再次回来 几日后匈奴派遣使者前来大汉索要物资 接见前刘车决定与韩烟互换身份 想从旁观者的角度仔细瞧瞧匈奴 匈奴使者嚣张跋扈 进了朝廷也不愿跪拜皇上 韩烟一时间语色不知如何应答 忽然他灵机一动开口嘲讽对方 不跪就不跪吧 反正你们站着已经很矮了 只怕跪下 朕还就怕看不清你们了 匈奴见韩烟如此年轻气盛 之前也没有见过刘车 误以为他就是真的皇帝 掏出信函准备承交韩烟 刘车决定亲自上前接取 他的眼神充满了杀气 这叫使者感到不寒而栗 韩烟看过信函后大怒 匈奴索要的物资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并且额外增加了制作见低的铜铁 韩烟怒斥对方是在敲诈勒索 可使者天不怕地不怕 谁叫汉朝打不过他们的军队呢 大臣渝说爱给不给 不给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取 并且要求大汉继续送出公主和亲 刘车在一旁听的脸色都变了 这叫他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羞耻 恨不得立刻发兵进攻匈奴 可是眼下还是积蓄实力忍为上策 决定通过增加物资来表现出懦弱 想要以此来麻痹匈奴 为日后反击争取足够的时间精力 而王辉更是装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 表示新皇帝尚未渴望和平 希望和亲的政策永远持续下去 使者听后大声嘲笑起来 其内心想法不言而喻 另一边刘灵为了报复皇帝 他密谋与父亲淮南王造反 为此淮南王唆使敏月王攻打东欧国 想搅乱天下趁机篡位 田坤得知后生怕此事牵连到自己 于是找来刘灵 让他劝说淮南王阻止敏月王 因为朝廷马上就要出兵支援东欧国了 如今太皇太后已经撑不了多久 武帝马上就要顺利地接手大权 刘灵深知一旦刘彻掌权 自己父亲再也没有希望争夺皇位 所以想尽办法叫田坤阻止刘彻掌权 可刘彻是田坤的外甥 俗话说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刘彻一旦接手大权独断朝政 自己这个国就也就值钱了 刘灵意识到田坤再也没有利用价值 否则溃对了长安交际花的称号 与此同时大汉朝堂内 刘彻与群臣正在进行激烈的交锋 话题紧紧围绕着该不该出兵支援东欧国 田坤为了阻挠发兵极力劝阻 认为两国同属于蛮蟻一族 为些小利互相残杀很正常 高祖时期对于这种事也是不管不问 最多也就是帮助双方调解一下 况且这种蛮荒之地土地平流 就连强暴的秦朝也放弃不管 大汉又何苦去冒这个风险呢 不料此话遭到了窦英强烈反对 秦朝怎么能和汉朝相提并论 秦朝连他的国都咸阳都放弃了 难道汉朝也该放弃长安吗 一番话叫田坤哑口无言 也叫刘彻下定决心出兵援助 可眼下有一个难题 就是调兵的虎符还控制在窦一房手里 于是刘彻前来索要虎符 却遭到了窦一房的拒绝 他主张不动刀兵 派出使者前去斡选 没有虎符刘彻一个兵也调不动 这叫他左右为难 最终刘彻决定铤而走险 干脆虎符也不用了 叫严柱未清拿上自己的手罩和结账 前去汇姬尝试一番 二人刚到汇姬便请求发兵支援 郡守表示这个简单 只要把虎符掏出来他立刻出兵 严柱表示虎符上在皇上手中 此战是一小战不必动用虎符来调军 郡守却坚持要看到虎符才愿动兵 严柱直接掏出结账叫众人下跪 郡守顿时就被严柱唬住了立马下跪 可汪诚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他知道现在实际掌权者还是斗医房 刘彻最多也就是个傀儡 如果他瞒着老太太贸然行动 那自己这颗脑袋就不保了 说罢汪诚就要离去 为清眼间事情要被搞砸心急如焚 来软的不成那就来点硬的 当场叫住了汪诚 决定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他 一时间双方杀作一团 可这些地方军哪里是与邻军的对手 没多久便被杀的人养马翻 汪诚也因体力不知被当场俘获 随后直接被下令当场处决 郡守坚撞立马俯首听从安排 有了兵力的支持 为清继续趁热打铁 命令太守发布告示向百姓争调民船 然后绕过东欧国直奔敏越老巢 来一朝唯唯救赵 而且船只数量越多越好 造出一种庞大军队出征的声势 果然敏越国支撑不住选择退军 这叫刘彻颇为激动 这一场胜利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 使得质疑他的人都闭上了嘴 斗一房不仅没有责怪刘彻擅作主张 反而将朝廷大权重新交回他的手中 以此向天下表明自己对孙子的支持 建元四年东欧王请求举国内签 得到了刘彻的批准 数十万东欧居民离开故土来到大汉 定居在了长江淮河之间 促进了华夏文明的融合 为清帮助汉武帝击败敏越国 可谓是功不可没 平阳公主听说后格外激动 半夜三更就传唤她来见自己 顺便将府中的丫鬟全部打发走 原来公主是担心魏清扶摇直上 变得为高权重从而忘掉自己 这才把她叫来吐露心声 公主表示魏清能有惊天 都是因为自己在皇帝面前举荐 说着慢慢靠近她开始动手 魏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顿时和公主抱作一团 见魏清业务有些生疏 公主对她耐心引导 春宵一刻值千金 魏清和公主度过了美妙的一晚 静静地抱着我 你才是我真正的主人 次日魏清巡逻时遇到了李广将军 可李广对于他根本瞧不上眼 像魏清这种关系乎自己见得多了 都是一群贪生怕死拥拥碌碌之辈 他认为魏清之所以能够崭露头脚 完全是倚仗他的姐姐魏子夫 无论是谁攻打一个小小敏玥 都能轻而易举地拿下 这种立功的好事到了魏清头上 明摆着是刘彻给他充业绩 方便日后提拔小舅子 魏清心里不服却没敢多说什么 此时刘彻正当着魏子夫的面 夸赞起魏清表示魏清骁勇善战立了头功 自己要封他为太中大夫 命其统领七门全军好好历练 趁着高兴魏子夫又对刘彻讲起一件事 说皇后陈阿娇今天来探望自己 还送来了又大又甜的水蜜桃 魏子夫先前受到了陈阿娇母子的欺辱 今天皇后冷不丁地对自己好 这反叫魏子夫内心有些不安 而刘彻也跟他一样的感受 东欧国内牵制大汉后 敏月王趁虚而入 强占了东欧国的土地 并且挥师南下进攻南越 其贪欲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进一步膨胀 大有称霸整个南方的野心 刘彻提出派韩安国和王辉率军支援 淮南王听闻此事忧心忡忡 一旦朝廷派军列敏月王 刘彻的声望会变得更高 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会对自己非常不利 只有搅得天下大乱 他才有可能趁乱夺得皇位 应该想尽办法利用敏月国牵制刘彻 为自己暗中发展积蓄力量争取时间 淮南王大有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于是他立刻给斗一房送去秘信 希望能够阻止刘彻发兵 可斗一房这次却变了主意 让手下把秘信转交给刘彻 而刘彻这边不敢有丝毫懈怠 立刻派魏清布置起了进攻战术 随后由韩安国和王辉率领大军开靶 敏月国虽占尽低利优势 奈何装备兵力远远落后于汉军 一时间被打得接连败退 眼见大势一去 敏月王却依旧死战 对于群臣们投降的建议不肯采纳 敏月王的弟弟见他执迷不悟 决定剑走偏锋 这日以送信为由主动拜见哥哥 随后亲手除掉了敏月王 宣布由他接替王位 并且传指停止作战 打出白旗与汉军购合 此一汉军位折一兵一组 刘彻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之前反对他出兵的大臣也不再作声 大汉的身微文教远拨南土 数年之后刘彻又派大军南下 彻底平定了百越各部 此时刘彻志得意满斗志昂扬 他决定将矛头指向匈奴一血前耻 自从斗衣房放权给刘彻后 刘彻一改汉朝往日懦弱求和的态度 开始对匈奴实行强硬的政策方针 把和匈奴走私的汉商全部正法 并且限制货物流通 汉兄边境上驻扎了大批汉军日夜操练 看样子刘彻是想和匈奴掰掰手腕了 在医治邪眼里刘彻不过是个矛头小子 他不相信长期惧怕自己的汉人 能够掀出什么大风大浪 中行说借机挑唆医治邪发兵进攻 提议可以利用汉人来对付汉人 朝廷中有不少反对刘彻和匈奴开战的 如果医治邪立刻给他一点教训 那时根本不用匈奴发力 光是汉臣的反战奏章也能将刘彻淹没 与此同时刘彻和群臣正在展开交锋 话题围绕着要不要同匈奴开战 李广接着机会干脆夸起了自己 放眼整个朝廷上下自己可是老资格了 只要汉武帝一声令下他定披荆斩棘 文臣王辉表示汉兄之间必然有一战 60年来双方大战没有小战不断 归结原因和匈奴游牧狩猎的传统有关 边境汉人多是定居者 在匈奴眼中自然成为了猎物和仓库 汉人享用和亲来换取和平 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不如及早备战 要给他们一次重创使他们畏惧汉朝 不敢轻易为敌 刘彻听后极为赞同 不料韩安国立刻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他认为就算能够打赢匈奴也得不偿失 匈奴的土地不值得去占领 所以先王之道是以禁制动 和亲是文景时代安边的方略 是富国强民的大忌 若放弃那就等于放弃了长期的和平 若要开战还得从长计议 一番话引得文臣连连赞同 刘彻见状只得再次搁置此事 正当刘彻为该不该进攻匈奴发愁时 后宫忽然传来太皇太后的噩耗 一时间朝廷内外暗流涌动 一些诸侯王开始蠢蠢欲动 而此时匈奴大军再次侵犯边境 刘彻叮嘱边防进军加紧戒备 没有自己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调动一兵一组 豆一房本来昏迷多日不省人事 今天却睁开眼睛想要找刘彻谈话 刘彻知道这是奶奶回光返照 想要和自己交代后事 于是立刻赶到豆一房身边 豆一房告诉了刘彻一个秘密 那就是刘荣和丽妃 其实是被他的母亲王美人逼着自杀的 刘彻听后大惊失色 他不敢相信母亲会做出这种事情 豆一房表示王太后这样做 是为了巩固他和刘彻的政治地位 汉景帝知道真相却没有惩罚王太后 全都是为了考虑刘彻的感受 而豆一房也担心王太后为了自己 会干涉到刘彻的统治 所以一直想要除掉王太后 但又害怕会伤了刘彻的心 直到此时刘彻才理解了奶奶的良苦用心 豆一房表示虽然留下了母亲 却也为孙子留下了祸根 有三件事叮嘱刘彻一定要注意 第一是母亲王太后一定会干涉朝政 第二是母亲一定会大量安插王家的人 第三是母亲会和舅舅填坟串通独霸朝政 一番叮嘱过后豆一房也放下心来 他只觉得身上越发的寒冷 于是来到后花园晒起了太阳 在一幕幕回忆当中撒手人寰 剑园6月5月丁亥 汉初这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家 太皇太后豆一房驾崩 他跨立三朝辅佐的文景和少年刘彻 死后与汉文帝合葬于长安郊外的皇陵 豆一房驾崩后王太后终于原形毕露 自己隐忍折服了多年未的就是这天 再也不用看人脸色 可以挺起胸膛做人了 田坟确劝他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刘彻已经掌控了一切 开始重用自己的心腹 现在的内阁迟早会被甩掉 田坟想叫王太后劝说儿子 叫自己继续担任丞相 而王太后也决定入驻东宫 像是人宣布自己即将把持朝政 可此时的刘彻再也不是当年的他 多年来的历练使他逐渐成熟起来 再也不肯受人摆布 次日刘彻来到东宫 竟意外地发现了母亲也在这里 正准备将豆一房养的鸟扔掉 刘彻赶忙上前阻止 难道你连他都不愿意放过吗 王太后听出了儿子话里有话 干脆向他直接摊牌 如今豆一房已死这东宫便是自己的了 随后又询问起丞相的何时人选 刘彻看清楚了对方的野心 王太后没有理会儿子 而是掏出拟定的人名单交给他 次日刘彻将丞相和御史大幅革职 田坟在一旁暗自得意 看样子外甥还是听从了王太后的话 不料刘彻的一番话却叫他尴尬至极 太后已经专门给朕安排了一个人 舅舅 田坟虽然如愿以偿却高兴不起来 这下百官都知道自己是靠关系上位的 以后还怎么能服众呢 这正是刘彻的高明之处 田坟无精打采地找到姐姐开始抱怨 将整个事情经过讲了出来 这叫太后颇感意外 这日刘彻安排是女妾儿 顶着龙绿公主的名号前往匈奴和亲 眼看就要蒙混过关 不料汉奸中行说看出了猫腻 汉人出身的他太了解刘彻的心色 于是他对随行的汉人奴仆言行拷问 终于得知了公主的真实身份 随后便将此事告诉了医治邪 公主的身份当场被拆穿 这下彻底激怒了医治邪 他知晓了汉人根本没有和亲的诚意 便决定要惩罚这个冒牌货 倩儿知道南逃一死却没有丝毫慌张 医治邪大感意外 他想不到一介若女子在面对死亡时 竟会如此从容不迫 可为了向汉人表明匈奴的强硬态度 医治邪还是派人把倩儿活活烧死 倩儿为了国家慷慨赴死 可此举非但没能换来和平 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匈奴人的愤怒 医治邪没能如愿以偿 只得把目标对准了老爹的饿死南宫公主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真品 匈奴人的规矩就是负妻子计 眼下南宫理应成为自己的女人 可这对于汉人出身的南宫来说 从伦理上是难以接受的 可南宫越是反抗医治邪就越兴奋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切入正体了 如果南宫不肯顺从自己 他就要发兵进攻大汉 最终医治邪如愿以偿 而南宫的儿子于丹正在帐外等候 他明白了里面发生的一切 对于哥哥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 却又不敢反抗 医治邪看出了弟弟对自己的不满 为了防止于丹日后报复 他决定叫弟弟跟随自己一起出征 借汉人之手叫弟弟死在战场上 南宫公主知道儿子凶多吉少 临行前将自己的手镯送给他 希望这个祥瑞之物能保佑于丹平安 此时汉朝群臣正在紧急商议 究竟要不要对匈奴开战 还是继续送出真公主和钦培礼道歉 韩安国一直都是主张奉行和钦政策 他认为和钦政策已经使大汉五代人授意 文帝和景帝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 这才有了文景之志的盛事 所以不能轻易开启战端 刘彻见状叫人呈上来一封书信 是当年匈奴丹于写给吕智的国书 吕智因为国力薄弱只得忍气吞声 刘彻要求众臣直到表态之前 谁都不准离开 百官们无一人敢离开朝堂 赤和拉撒都在大殿解决 之前反对的大臣也不敢再作声 众人都已经看出了刘彻的决心 刘彻命令朝廷即刻准备军费 叫汉军精锐完成调动布防 时刻准备与匈奴开战 元光二年经过一系列政治争论 刘彻派李广和成不时出兵抵御匈奴 而此时于丹也随匈奴大军来到战场 最终因为轻敌遭到汉军伏击身亡 医治邪的阴谋终于得逞 正好以此为由向汉军进攻 一时间大汉边境遭到了重创 凶军所到之处生灵涂炭火光攀天 医治邪更是下达死命令 这叫刘彻十分愤怒 此时下人呈上了鱼丹的手镯 说是从一个士兵尸体上发现的 经鉴定此物为先帝前缘六年 南宫公主出嫁匈奴时的陪嫁物 刘彻知道这死的可能是自己的外甥 捏一长期游走于汉兄边境 做着进出口贸易的买卖 这天他满载而归返回大汉 少侠士兵上前盘问 仔细查看了他的通关文牌 又上前检查了一番货物 觉得没有问题便放弃离去 不料聂一刚走几步就被将军拦住 将军一眼就看出了聂一的真实目的 驮获所用的马匹乃是匈奴的两种马 隔天只要再换些普通马出关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便大赚了一笔 将军当场就以走私罪将聂一抓了起来 可面对官员的盘问聂一却丝毫不慌 始终不肯说出幕后靠山 并且要求内使立刻释放自己 可内使认为他犯的是走私死罪 如今证据确凿谁也保不了他 当即就要将其拖下去 聂一见他来了真格的这才求饶 让内使去向王辉汇报此事 内使知道王辉与田坟向来不合 于是将走私的事情告诉了田坟 田坟为了除掉政敌 将走私的宝马迁到刘彻和王辉身边 不明真相的刘彻见状连连称赞 田坟将聂一受王辉指使走私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刘彻 刘彻刚想发火王辉却下跪表示 自己想单独告诉皇帝事实真相 田坟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二人 不料谈话结束后刘彻却放过了王辉 原来聂一的目的不是为了走私牟利 而是为了改善大汉马匹的血统 田坟非但没能扳倒王辉 反而叫刘彻对王辉的印象大大改善 而聂一因为此事受到了朝廷重用 竟然做起间谍打入了匈奴内部 医治协见聂一为力士徒 误以为可以利用 于是将他找来谈话 声称只要聂一帮助匈奴夺下马医城池 自己便赏给他大批的金银珠宝 聂一干脆将计就计 故意装作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 医治协继续用重赏来诱惑他 聂一为了叫他更加相信自己 干脆索要起了钱财 医治协当即就同意了 聂一立刻将此事通知了朝廷 王辉提议汉军在马医周边设下礼服 利用当地的险郡地形一举为奸匈奴 此次出征刘彻派出五位将军 率领三十万大军在马医设下埋伏 刘彻以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结束了汉朝立国以来 对匈奴执行了六十多年的和亲政策 此一汉军兵力是匈奴的三倍 一旦敌人进入包围圈必败无疑 众人信心满满以为胜券在握 可还是小瞧了医治协 匈奴大军来到马医郊外时 忽然瞧见前面有大批羊群 于是抓了附近的一个汉军仔细询问 这才得知自己上了涅衣的当 医治协处死涅衣后立刻率军撤退 汉军将领建议王辉出鸡围兼敌人 可王辉认为计划权乱风险太大 并且敌人没有完全进入包围圈 于是放弃追击 等到汉军主力接到消息赶来时 匈奴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韩安国质问王辉为何不拦住敌人 刘彻听说后龙颜大怒 王辉因为此事被剥夺只为打入大牢 而匈奴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恨 对大汉边境展开了更加残忍的抱负 不久后大汉遭遇了罕见的暴雨 导致黄河绝口沿岸百姓流离失所 刘彻立刻召见窦英令其治理和患 窦英却表现得极为抗拒 刘彻质问他为何不肯出谋划策 窦英已有病唯有准备返乡疗养 这叫刘彻更加怀疑此事 刚走没几步就把窦英叫了回来 窦英只得被迫分析起此事 黄河南岸原先是一片贪图 本来是用于谢洪用的 而近年来皇亲国妻在南岸开始圈地 他们不帮助谢洪反而加强自己的提防 这就导致洪水流向了百姓居住的北岸 官员因为不敢得罪权贵只得看着 刘彻都快急死了 他想不出是谁能让窦英吓成这样子 窦英这才说出了是田坟和皇太后 刘彻大惊失色 二人的田地加起来居然高达六七干净 他想不到母亲和舅舅进牵涉其中 一旦有亲情掺杂进去 事情就变得棘手了许多 可刘彻还是狠下心来将结交给窦英 叫他去南岸八滴谢洪 只要有人敢阻拦可以先斩后奏 窦英躲了半天 也没能躲掉这个得罪人的差事 田坟得知窦英要八滴谢洪大为震惊 立刻将此事通知了姐姐 王太后找到刘彻说起了窦英的坏话 认为此举虽然能够治理和患收复明星 但最终明星都被窦英得了取 难道就不担心有朝一日 他的声望会超过皇帝吗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累了 你走吧 田坟的田地受到洪水侵犯心有不甘 决定霸占窦英的田地作为弥补 吉福来到窦英府上说明来意 窦英听闻虽不动声色实则愤怒无比 这吉福原本是窦英的门客 后来因为田坟成为丞相位高权重 竟然一声招呼也不打 直接转投了丞相府 正说着冠夫赶到 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 将田坟大骂了一顿 指责吉福是屈炎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 将其一脚踹了出去 田坟得知后决定先拿冠夫开刀 最近皇帝叫田坟整治各地豪强 而冠夫又是尹川出了名的豪强 只要自己稍加缩屎便能叫他一无所有 于是田坟找到刘彻 上乘了许多百姓举报冠夫的书信 指责冠夫鱼肉相邻强取豪夺 不明真相的刘彻叫田坟立刻去查办 冠夫得知后不甘心坐以待毙 于是找到郭谢请求帮助自己 郭谢说出了田坟联合淮南王谋反一事 可以以此来威胁田坟 有了把柄冠夫再也不惧怕田坟 直接将谋反的事情讲了出来 这叫田坟情绪颇为激动 田坟为了自保只得停止调查冠夫 随后质问起刘陵是不是他走漏了风声 刘陵还在极力为自己辩解 不过他很快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郭谢 自己酒醉后无意中将此事透露给他 推测一定是郭谢告诉了冠夫 于是刘陵找到郭谢开始埋怨 你是不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啊 这天是田坟的大喜之日 田坟对客人敬酒问候 唯独对冠夫和窦英视而不见 见如此冷落自己冠夫颇为不满 窦英起身为身边的人敬酒 可周围人直接选择无视他 毕竟田坟与窦英是死对头 谁也不愿意去得罪了丞相 冠夫见状心中更加愤怒 随后冠夫找到田坟敬酒来 田坟以自己喝多为由拒绝了他 冠夫强压怒火一连喝了三杯 随后转身来到其他人身边 随机挑选了一个倒霉弹发泄不满 发了计就狗眼看人低了 你忘了本了 田坟见状忍无可忍 他知道冠夫是在指桑骂怀 于是以他在喜宴捣乱为由处罚冠夫 把冠夫丢进马厩为马愤 然后叫人彻查冠夫的种种罪名 毕竟他掌握着自己的把柄 再不下手恐怕就要遭殃了 次日窦英和田坟当着刘彻的面 围绕着如何处置冠夫展开了激烈交锋 田坟指责冠夫强取豪夺鱼肉百姓 自己除掉他乃是为民除害 而窦英指责他身为丞相心胸狭隘 仅仅因为一顿酒宴就要置人于死地 随后一一列举出田坟多年来的罪行 强占田地买卖官决 收受礼品耗人亲业 说罢又掏出田坟收受贿赂的清单 一时间田坟和窦英炒得不可开交 而这也是刘彻希望看到的 他正是想借此机会激化二人矛盾 叫双方相互制约签制 同时也能把田坟的丑事公之于众 没想到此举竟惹恼了王太后 得知弟弟在朝堂被窦英揭发后 王太后颇为不满 田坟身为丞相未及人臣 岂是窦英可以随便欺负的 王太后用绝食来逼迫刘彻 要求以勾结不法罪对冠夫诸三组 将窦英阁去官职官入大牢拷问 刘彻破与母亲的压力全部照做 窦英感叹自己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当初皇帝派自己治理和患 因此破坏了承香贺太后的利益 如今看来已是凶多吉少 逮捕窦英并非出自刘彻本意 这叫他心中十分恼火 随后派张汤去审问窦英 窦英认为自己和冠夫无罪 并且自己有先帝留下的蜜语可保不死 一份藏在家中 另一份在上叔叔留有底案 张汤立刻将此事禀报给了刘彻 刘彻顺利拿到了豆腐的蜜语 可来到上叔叔时却为时已晚 另一份蜜语已经消失不见 询问过后才知道 晌午的时候王太后和丞相来过 原来张汤的亲信偷偷将此事告知了太后 他和田坟早已将其拿走 其内容也叫二人惊出一身冷汗 这封蜜语给了窦英很大的权力 包括王太后田坟在内的所有人 窦英都有权力铲除保护皇帝 太后明白秘语是特地用来对付自己的 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把秘诏焚毁 没有上叔叔的底案进行佐证 刘彻的那一封便成了矫诏 赋予窦英的权力非但无效 反而成为了他的催命符 于是刘彻将田坟叫来质问 田坟还在装糊涂 对秘语的事情闭口不谈 田坟离开后刘彻询问起张汤 秘语只剩下一份该当如何 张汤回复这只能说明 窦英的那份秘语是假的 依照汉律应该按大逆不到罪 论处腰斩气势诸灭九族 这是刘彻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 他要亲自处决窦英 不明真相的窦英见到皇帝颇为激动 表示自己留有先帝一遇可去死罪 刘彻只得说秘语是假的 窦英意识到一定是田坟干的 可刘彻告诉窦英他猜错了人 窦英清楚目后黑手是王太后 此时的他后悔莫及 剑元初年他就该手持秘语 除掉王太后之所以没有那么做 完全是考虑到了刘彻的感受 如今惨遭陷害 只得希望皇帝就自己一命 可这叫刘彻十分为难 窦英错就错在不该拿出这个秘语 如果没有这个秘语 也顶多会被判为沟通奸人 超光家产薛吉未明 自己还能保全他的性命 可如今上书数没有存当 谁也保不了他 窦英自知难逃一死 可还是尝试着做最后的努力 说来说去刘彻还是不打算放过窦英 自己不杀窦英 就得杀了母亲和舅舅 所以这个锅只得由窦英来背 为了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 刘彻向他保证会为窦家留下子嗣 元光四年初 窦英以伪造诏书最被腰斩 豆腐共计173人受到牵连 汉武帝借力打力成功削弱了外戚势力 也叫忠心耿耿的窦英明白了 什么叫做半君如半虎 这场斗争也以王太后大胜落下为幕 这叫他颇为开心 多年来的心腹大患终于被踢除 此时正和宫女玩着游戏庆祝 可刘彻内心大为恼火 他没想到事态竟演变得如此严重 因为母亲和填坟的陷害 忠臣窦英就这样白白冤死 于是他决定和太后理论一番 刘彻表示汉景帝留下一招 就是为了对付王太后 也是为了告诉天下世人 大汉朝的天子叫刘彻 太后第一次见儿子如此强硬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原本以为除掉窦英便万事大吉 可想不到刘彻再也不是从前的他 想要干涉朝政简直是痴心妄想 而田坟自从窦英被斩后大受刺激 白天神神叨叨晚上噩梦不断 可刘彻担心舅舅是故意演给自己看 暗中不知又在盘算什么伎俩 于是派韩安国前去试探一番 此时田坟精神为米重病缠身 多日来的煎熬将他折磨得不成人样 外面都传丞相得的是心病 哎呀你还真病得不轻啊 田坟远以为自己是刘彻的舅舅 便可以为所欲为有恃无恐 却忘记了自己也是他的臣民 到头来生杀大权还是掌握在外甥手里 而刘彻决定趁热打铁 决定趁着舅舅卧床不起 丞相之位空缺 改制设立内外朝 核心事情由内朝和自己决策 以后外朝只负责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并叫魏清统管内朝事务 同时转变战略思想主动抗击匈奴 刘灵听说田坟状态不好后 前来探望老乡号 田坟推测淮南王密谋造反的事 皇帝可能早就知道了 为了保住父亲 刘灵立刻找到郭谢 用美色诱惑他帮助自己刺杀皇帝 两三句话就把郭谢拿下 一切准备就绪 到了陈阿娇喜宴这天 郭谢假扮成侯爷前去赴宴 陈阿娇见到魏子夫和刘彻一同前来 顿时醋一大发开口嘲讽 见状刘彻拉起魏子夫就要离开 陈阿娇只顾着争风吃醋 拦住刘彻不让他离开 这也给了郭谢可乘之机 郭谢的身份立刻暴露出来 魏卿率领侍卫前来缉拿 只是短短几个回合便将郭谢赐死 刘彻立刻开始调查幕后主使 首先便找到了母亲王太后 刘彻记得母亲半年前曾替郭谢求过情 太后表示自己当初是受填分请求 这才劝刘彻免去了郭谢的罪名 这一刻刘彻再也忍无可忍 多年来的隐忍和宽容 非但没有叫舅舅改过自新 反而他还派人来刺杀自己 太后生怕儿子会拿田坟开头 赶紧打起了亲情牌 而田坟得知阴谋败露彻底绝望 原本脆弱的神经再也经受不住打击 一时间被吓到精神失常 他将所有的家产全部充公作为军用 刘彻念及亲情并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继续按照三公的俸禄给他 可田坟是不是装疯想要寻求自保 这个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刘彻少了一个制约束缚自己的人 疲惫的神经终于得到了缓解 他决定来到魏子夫这里放松一下 魏子夫在收拾龙踏时 忽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 打开一看叫他大惊失色 一个木偶上面插着三根针 上面赫然写的是魏子夫的名字 刘彻推断一定是后宫人干的 出于对魏子夫的极度才出此恶毒招数 他立刻传唤张汤命齐调查此案 只要是后宫的官官和宫人 张汤可以随意审问 无论牵扯何人都要据事禀报 有了皇帝的撑腰张汤开始秘密调查 很快此案就水落石出 他从一个巫师的口中得到了真相 据说是皇后指使宫人做出的巫蛊之术 除了魏夫人的寝宫 营内许多地方 均发现类似的木偶人形妖术之举 张汤的话也印证了刘彻心中所想 果然此事是陈阿娇做的 他立刻叫寒烟拟止 废皇后为收回所赐洗手 赶出皇宫发配远方永不录用 所有卷宗一律封存不再彻查 刘彻念急旧情 依旧保留了皇后原有的俸禄供应 陈阿娇最终被幽禁在了长门宫 其母刘嫖深感羞愧 恳请汉武帝饶恕自己的女儿 可刘彻坚持将其打入冷宫 公元前116年刘嫖去世 陈阿娇在吴志钦从此冷落寂寞 整日面对清冷的宫闸院墙 最后郁郁寡欢孤寂而死 而刘彻清除掉内部隐患后 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对付匈奴了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现在这群武将到了大显神威的时候 刘彻决定兵出四路越过边境 一改往日被动挨打的局面 主动出击与匈奴作战 此话一出得到了李广的强烈支持 刘彻为了提高作战灵巧程度 会为四路大军全部配备骑兵轻装减刑 寻找战机抓住敌人破绽狠狠地打 刘彻分别对萧齐跳计清齐将军为以重任 却放弃了车齐将军韩安国 大胆启用了寸功未见的魏清 这叫众人颇感意外 这次率军出征对于魏清来说 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 打得好便扶摇直上前途不可限量 打不好便证明他难堪大用 日后恐怕难以出人投地 韩安国被魏清夺了大权心有不甘 干脆反对刘彻此次主动出击 他担心兵分四路各路力量单薄 很难相互支援容易被匈奴逐一击败 其他几位老将听后也产生了动摇之心 可刘彻这次是铁了心和匈奴掰掰手腕 刘彻是舒服了 可韩安国的心里不是滋味 连饭也没吃便匆匆离去 李广也开始为韩安国打抱不平 对着周围人就是一顿乱咬 玩事还嫌不解气 转过身来又把矛头对准了魏清 别看他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 可自己是靠战功一刀一枪拼下来的 不像魏清一样只能靠女人的裤腰带 大蝉于伊智邪得知此事慌张起来 立刻把众人叫来商议对策 伊智邪把气都洒到了左都尉身上 指责他不听命令擅自进攻上谷 因此也惹恼了汉人 左都尉却一脸的委屈 当初可是伊智邪下令外出掠夺 如今又把国甩给了自己 伊智邪很快做出了战略部署 他认为汉军虽然兵分四路 可只有李广才是真正的威胁 于是派出了相当于李广四倍的兵力 将他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一旦李广被击破汉军必败无疑 而对于魏清等人却不屑一顾 此时李广正为儿子阐述治兵之道 一要吃好二要睡足 可李广这次太大意了 他想不到在兵分四路的情况下 匈奴竟放弃其他几路不管 将大部分兵力用来对付自己 一时间被打得溃不成军 李广本人也被活捉 他趁人不注意腾空而起 夺过将军的马匹慌忙逃窜 一边逃跑一边转身搭弓就舍 最终有惊无险地逃回了汉朝 而魏清和其他将军在草原上兜兜转转 也没瞧见匈奴人的影子 毕竟医治邪没把这三人当回事 于是公孙敖和公孙贺帅军返回大汉 魏清不甘心无功而返决定趁虚而入 孤军深入匈奴腹地直取圣地龙城 龙城守军没有防备很快败下阵来 这也彻底惹恼了大禅于医治邪 从此魏清这个名字 深深刻在了匈奴人的脑海中 四位将军返回大汉后 刘彻开启了战后总结大会 李广此次全军覆没独自一人逃回 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嚣张跋扈 刘彻借机教训起了李广 虽然他为汉军精锐却不能狂妄自大 要学习魏清一样谦虚谨慎虚怀若骨 李广和公孙敖打了败仗葬送大批汉军 依照汉律理应处死谢罪 但刘彻念其劳苦功高决定免去死罪 将二人贬为庶民罚金五千两 李广邀请公孙敖去野外狩猎放松心情 却遭到公孙敖的拒绝 在回去的路上公孙敖忧心忡忡 五千罚金自己根本支付不起 下人却告诉他二人的罚金已被魏清缴纳 李广狩猎结束后天色已晚 此时城门紧闭 他要求进城却遭到大领首将嘲讽 李广感叹自己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只得被迫蜷缩在城门下熬了一夜 次日城门打开后自己才进城 霍去病得知舅舅魏清大胜后颇为激动 甚至分析起了双方胜败原因 年轻的霍去病展现出了超高军事天赋 魏清与匈奴的首战便立下大功 刘彻将他提拔为了上将军 不少人心存不满在背后诋毁魏清 魏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 仅仅因为一战就得到火速提拔 恐怕日后在军中难以服众 所以他一直选择与皇帝保持距离 以免被其他人说三道四 即使姐姐为子夫生下了皇子 他也只是偷偷看了两眼便匆匆离去 这叫汉武帝心里很不适自卫 这日刘彻前来探望李夫人 期间李夫人迎唱起了一首曲子 刘彻感觉曲风七晚从未听过 于是询问起了春陀 这才知道是被打入冷宫的阿娇 终日心情冷落寄疗 就花了一千两黄金 请了司马向儒做了这首长门斧 因为此曲七晚动听 所以很快就在后宫流传开了 回音后刘彻便抱怨起来 当初自己提拔了司马向儒 可他贪财望本禁替陈阿娇做起了师父 陈阿娇利用失宠者的同情心理 过分夸大冷宫志愿抱怨自己无情无义 怪不得魏卿会小心翼翼 他其实也是怕世俗的议论 如果朝廷所以众的战将 整天被这种与情所左右着 那么军威将领尊严又何在 又怎么能号令三军 刘彻借机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自己要立位子妇做皇后 并且通知后宫所有嫔妃前来朝贺 以此来叫所有人闭上嘴 次日刘彻便举行了策封大典 立位子妇为皇后 等到大典结束后又找来魏卿谈话 魏卿表示自己只是偶见寸宫 就得到了如此厚重的赏赐 自己感恩戴德的同时 也时常惶恐不安 为了报答皇帝的提拔之恩 一言一行都必须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只有勤恳努力使得众人幸福 建功立业报效朝廷 才能使皇帝不感到为难 刘彻便告诉他自己重用他 不是因为他是关系胡 而是因为看中了他的才能 另一边的医治邪 决定清朝而出进攻长安 想要一雪前耻彻底消灭汉军 此话一出众人议论开来 表示大汉已经不是当初的大汉了 如今长安集结了汉军精锐助手 汉中平原又有利于战车步兵作战 这对擅长骑马作战的匈奴来说极为不利 医治协听后也是左右为难 汉奸中航说再次出起了点子 匈奴可以佯装进攻长安东侧的上谷余扬 把汉军主力吸引到东部 在半路设下埋伏歼灭 然后主力从河套方向向中部进发 寻找机会突破汉军防线 如此一来长安唾手可得 刘车很快就接到了 匈奴进攻余扬上谷的军报 立刻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他最担心的并不是余扬上谷 而是长安正面的河硕地区 先帝十七匈奴就多次从河硕发起进攻 频频袭击骚扰长安 只有收复河硕地区才能扭转局势 彻底解除匈奴对长安的危机 而汉军从河硕进发可以直抵丹于庭 消灭匈奴再也不是梦想 所以此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刘车认为匈奴的真正目的不是余扬上谷 而是吸引汉军主力东出 然后从河硕南下进攻兵力空虚的长安 所以他决定不受敌人牵制 任由医治邪进攻余扬上谷 自己叫汉军坚持袭取河硕 刘车此举医治邪如出一辙 双方都想升东击西夺取胜利 而朝廷也紧急召回李广率军出征 派魏清洋装支援于阳上谷 魏清见招摇得差不多了 然后调转方向直奔河硕地区 此时匈奴人还在傻傻等着魏清 这时手下人忽然汇报 汉军主力突然消失 医治邪没有料到汉人识破自己的计谋 于是增派士兵继续攻打于阳上谷 他不相信刘车会放任匈奴不管 想尽办法也要把汉军主力吸引过来 此时魏清趁着夜色赶到了河硕地区 匈奴健壮误以为是友军 都起来列队准备欢迎大蝉鱼 魏清一声令下汉军主动出击 没有防备的匈奴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 此时医治邪才明白了刘车的真实意图 汉军也和自己玩起了声东击西的套路 眼下河硕地区正在遭受魏清进攻 匈奴主力攻打于阳上谷不能及时回原 所以医治邪只能祈求昆仑神保佑 为了防止东部的匈奴回原河硕 魏清下令一把火将河流的浮桥烧掉 这样匈奴人即使赶回来也无法渡河 驻守在河硕的楼梵王和白羊王 对于魏清的骑兵不屑一顾 以为可以轻松荡平这些汉朝人 可二人想不到魏清的骑兵竟如此英勇 由于过于轻敌最终败下阵来 指得仓皇向北逃回匈奴腹地 此战魏清成功收复了河硕 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大草原 斩首敌军三万余人 缴获牛羊资重无数 刘彻得知此事颇为激动 趁热打铁决定在河硕地区铸成 一是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是可以用来抵御匈奴形成屏障 豪强出前刘明出力共同建设硕方程 同时迁移十万人过去移民养兵 反观医治邪这里则是大发雷霆 匈奴丢掉了河硕便失去了战略优势 只得由之前的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守 两位王爷还在极力解释 医治邪却失去了耐心 宋二位王爷上路 魏清打了圣仗凯旋而归 刘彻为了表示自己的恩赐 不仅将他封为了车骑将军 并且允许魏清在宫中乘马佩剑而行 整个天下除了皇帝 只有魏清才有这份殊荣 这是作为武将的最高荣誉 匈奴人因为丢失了河硕大为恼火 一直在边境烧杀抢掠疟疯狂报复 最近又贤王又集结了二十万大军 准备进攻和朔直逼长安 魏清的骑兵将会作为主力抗击敌人 刘彻决定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不等匈奴来犯就先打过去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首先要解决战马的问题 因为此战需要直插匈奴腹地 整个过程要求迅速敏捷 这就对战马的体力要求极高 归降的阿胡尔小王赵姓提出办法 那就是好马魏精良 魏清听后立刻派人给赵姓送去精良 决定将他的骑兵打造成最精锐的军团 作为抗击匈奴的先锋部队 南宫公主得知匈奴要大举进攻长安 被吓得昏倒过去 他担心弟弟刘彻恐怕招架不住 可如今大汉早已不是先前的大汉 再也不会坐以待逼任人宰割 魏清率领三万铁骑直奔幼贤王喜来 此时幼贤王大营上下正在饮酒坐落 准备明日一早大军开靶 他手中握有二十万兵马 根本想不到汉军竟会深入匈奴腹底 千里迢迢地来家门找自己 酒宴上匈奴将领喝得烂醉如泥 而魏清趁着夜色决定发起进攻 一时间匈奴军营大乱 士兵没有丝毫防备 瞬间被打得溃不成军 汉军将六十余年的怒火 一股脑地发泄出来 又贤王健壮不妙慌忙向北逃窜 匈奴人再一次遭受了重创 此一过后匈奴全线溃退 被分成了东西两断 从此对长安的威胁不复存在 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握在了大汉手中 刘彻得知后颇为激动 一听说魏清凯旋而归 连鞋子也顾不上川就要去迎接 随后分魏清为大将军统领全部汉军 魏清的权势达到了顶峰 可他的扶摇直上也遭到一个人嫉妒 那就是非将军李广 当初自己对于魏清根本不屑一顾 认为他是靠皇后魏子夫才受到提拔 如今魏清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巨大的心理落差叫李广心态彻底崩了 而曾经为自己效力的不下 经此一战全部封侯 刘彻唯独对自己没有封赏 这叫本来就小心眼的李广更加不满 张谦自从初始西域后便杳无音讯 这一走就是十三年 刘彻一度以为他早已克死他乡 没想到张谦不如使命竟然返回大汉 自从张谦离开朝廷后 他便一直苦苦寻找岳志国 不料半路竟被匈奴人抓了起来 将他囚禁在草原中作为奴仆 在这里张谦受尽了屈辱 却未曾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身份 为了让匈奴人对自己放松警惕 他故意娶妻生子学习匈奴语言 表明自己再无返回大汉之意 却暗地里寻找机会逃出匈奴的看守 当张谦看到匈奴士兵向南部进军时 他才得知大汉与匈奴准备开战 但他并没想趁乱逃跑返回大汉 而是经过数月的跋山涉水 一路向西终于抵达西域的大渊国 望着眼前从未见过的奇珍异国 张谦彻底大开眼界 张谦吃饱喝足 忽然见了一旁的宝马 这是西域最为著名的汉邪宝马 张谦对宝马爱不释手 决定将其引进大汉进行改良 以后对付匈奴再也不愁没有优良的做起 随后张谦又受到了国王的接待 国王承诺派出商队携带特产护送他回国 并且表示愿意与大汉通商 张谦告别国王后终于来到了越智国 他请求越智女王联合大汉攻打匈奴 为死去的越智国王复仇 可女王表示自己渴望和平 宁愿忘记痛苦的过去 也不愿打打杀杀 不过为了表达越智国对大汉的敬意 自己愿意提供锻造兵器所需的金刚和技术 张谦掌握了锻造技术后返回大汉 可途中不幸再次被匈奴抓获 护送队伍全部被斩首 好在匈奴将军与妻子为表兄妹 一时动了侧隐之心 这才放几人离去 张谦沿途只得靠沙马冲击 一路跌跌撞撞返回了大汉 长时间的奔波使他的身体雷弱不堪 最终倒在了长安城门口 守城将领慌忙上前查看 得知他就是张谦 将领赶忙护送他进宫 张谦走在长安的街头上 百姓见到他又惊又喜 只夸他是个大英雄 能回来简直是个奇迹 就连汉武帝听说后也感到不可思议 为了表达大汉对张谦的最高礼遇 他决定召见文武百官进行恭候 安排礼乐进行迎接仪式 张谦挂着结账亮亮呛呛地赶往成名殿 一见到皇帝 他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 十三年前分别的场景 刘舍望着衣衫蓝缕的张谦泪眼朦胧 不敢想象他遭受了怎样的磨难 再也坐不住干脆上前抱住张谦 袁硕三年张谦从西域返回长安 虽未能完成预期的使命 但他身为汉人 带回了许多西域的地理知识 对于刘彻和想了解世界的汉人来讲 此次初始都具有凿空拓荒的意义 在张谦的影响下 不断有人吸出阳光跨越大漠 踏出了一条两千年的丝绸之路 随后刘彻将魏清叫来与张谦见面 刘彻表示自己和魏清十多年前 就一直苦心钻研宝刀的技术 如今张谦带回了锻造金刚的材料和技术 刘彻决定叫将府大批粮打造兵器 争取每个汉军都能佩戴削铁如泥的宝刀 刘彻叫魏清和张谦一同前去参观之道 单独把主赋衍留了下来 这段时间汉朝对匈奴不断开战 而国内的诸侯王也开始蠢蠢欲动 自从主赋衍提出推恩令以来 各藩王怨气不断哀声哉悼 这叫刘彻颇为担心 生怕会引发像先帝时期一样的内乱 主赋衍借机提出制约办法 可以向各个封地派遣官员作为国相 藩王不能打理国政 只得交给入住的国相处理 国相由刺史管理 刺史向皇帝负责 如此藩王的一举一动皇帝便了如指掌 刘彻将此事交给了主赋衍全权负责 主赋衍率先拿仇人燕王开刀 可燕王妹妹是填坟的遗双 她跑到王太后那里去告主赋衍的状 主赋衍得知此事没有丝毫惧怕 刘彻为了除掉燕王 派主赋衍前去游说王太后 主赋衍见到太后将燕王的罪行控诉出来 指责燕王滥杀无辜 王太后听到对方这猪狗不如的恶行 当即决定不再插手此事 几天后刘彻下诏赐刘定国死 取消了燕国封号 将其土地收归国有 刘彻又任命主赋衍为七国丞相 叫他去监管七王刘次昌 可主赋衍先前与七王有过节 所以他已公报撕逼破七王自尽 主赋衍的专横残暴令藩王人人自危 生怕得罪了主赋衍引火烧身 于是想尽办法贿赂讨好他 给他送去了大批金银珠宝 这叫主赋衍更加的肆无忌惮 刘陵得知此事后忧心忡忡 父亲淮南王一直暗中密谋造反 要是被主赋衍查到头上凶多吉少 与其座椅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刘陵联合赵王准备除掉主赋衍 于是他发动个藩王搜集主赋衍的罪行 一同联名上书告到了刘彻这里 刘彻为了稳住众人的情绪 只得被迫叫张汤调查主赋衍 并以假公祭司贪污受贿的罪名抓尽大狱 刘彻本不想处死他 但最终还是迫于藩王和百官的压力 将其株连九族 主赋衍在实行推恩令期间 帮助刘彻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却最终在权力中迷失了自己 成为了刘彻安抚个藩王的牺牲品 他行刑前只有门克吉福一人前来相送 冒着连坐的风险送来了断头酒 这叫主赋衍颇为感动 魏子夫得知此事找到魏清 对他分析起了眼前的形势 主赋衍帮助刘彻立下大功一件 非但没有善终却惨遭面门九族 这也印证了半君如半虎的那句话 魏子夫认为弟弟如今功高盖主 难免会遭小人嫉妒 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或许会挑唆皇帝 搞不好会落得和主赋衍一样的下场 况且魏清的一切都是刘彻给的 刘彻只要一句话便能叫他一无所有 所以魏家作为外妻势力 一定要想尽办法巩固家族地位 而平阳公主对魏清爱慕已久 如果二人能够结为夫妻 魏子夫又是当今皇后 两家就是亲上加亲 即便想撼动魏家的地位也是难上加难 魏清听后担心刘彻不肯答应 于是魏子夫前去试探皇帝的想法 刘彻听后满口答应下来 很快平阳公主与魏清举行结婚大典 公主含情默默地望着魏清 原本以为会是一场地动山摇 没想到魏清居然扑通跪倒在地 感谢对方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平阳公主大受刺激 魏清对自己更多是出于感恩 到现在还刻意与自己保持主仆关系 一句主子将二人的距离瞬间拉远 公主想听的不是这些感恩戴德的话 而是魏清对自己爱慕的倾诉 经过她这么一折腾 公主也在无兴致享受洞房花竹叶 起身刚要离开 屋外丧中却突然敲响 王太后突然驾崩 一致邪听闻后认为机会来了 因为她推断在国丧期间 刘彻对外不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所以匈奴的复仇计划可以实施了 此话一出却遭到中航说的反对 因为大汉对于孝文化的坚守示弱生命 此时进攻将会激怒大汉国民的情绪 一旦汉军有了愤怒值的buff加成 匈奴很难讨到便宜 医治邪非但不听从劝告 反而指责中航说还残留汉人的陋戏 随后匈奴对大汉边境展开了疯狂抱负 所到之处横尸便也一片狼藉 为清见状痛心疾首 然而国丧期间皇上不让出兵 可霍去病听后心急如焚 驾马直奔皇宫找刘彻请求出战 可刘彻认为霍去病过于年轻经验不足 还需要历练一番才能上阵杀敌 两三句便把霍去病打发走了 随后召见张汤分析起局势 张汤认为大汉刚刚进入国丧 匈奴就找准机会发动突袭 说明是有内鬼存在 经过张汤的多日调查 很快便将目标对准了刘灵 而刘灵的背后又是淮南王 刘彻担心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抓捕二人 会引起其他藩王的恐慌和不满 如今推恩令的实施叫藩王十分敏感 任何举动都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 刘彻决定亲自去一趟淮南调查清楚 找到淮南王与匈奴串通谋反的罪证 为了确保自身安全 他叫李广负责出行安全 又叫霍去病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 淮南王刘安接到消息忧心忡忡 儿子劝他趁早动手除掉刘彻 然后自己夺得皇位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可刘安也有自己的顾虑 此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可预驾警备的军队就有一万精锐 所以要想尽办法收买李广 李广先前因为封侯 对皇帝心存不满 正好接机缩使他帮助自己 到时候不用李广亲自出马 只需要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安便能轻而易举地从中除掉刘彻 于是他与儿子在城中设下重重埋伏 就等着刘彻自己送上门来 一旦皇帝质问自己谋反一事 刘安便和儿子将其除掉夺皇位 可刘彻为了自身安全考虑 派人通知淮南王自己不进城 而是将休息的地方改为江达 这叫刘安始料未及 到了晚上刘彻召见淮南王 对他说明此次来意 原来大汉准备与匈奴开战 可眼下酷婴紧缺粮草困难 如今最愁的就是一个钱字 淮南王听后大为恼火 皇帝竟然和自己一个藩王哭穷来了 可他生怕惹恼了皇帝又不敢不从 最终被迫捐出了十五千万 折腾了半天没能除掉刘彻 还白白送出了大把钱财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祖宗的制度在他眼里算个屁 刘安吩咐儿子去试探一下李广的口风 只要李广同意暗中协助自己 那刘彻这次是必死无疑 李广为了讨好汉武帝 亲自下河捕鱼叫皇帝尝尝先 没多久一道红烧鱼 送到了刘彻身边 刘彻品尝后赞不绝口 询问鱼从何处而来 寒言表示这是李广亲自下河桌的 由此可见非将军率真朴实 不给李广封侯实在是对不起他 李广终于听到有人替自己鸣不平 忍不住把一肚子委屈吐了出来 我李广空背了一个非将军的空名 可从来没有当上过前锋将军 刘彻见李广向自己讨要官职 一时间也不好搏了他的面子 毕竟此次巡视还得靠李广为自己保驾护航 于是答应李广下次叫他做前锋将军 如果击败匈奴便封他为侯 李广听后喜笑言开 李广走后刘彻便开始吐槽 表示封侯平的是手掳率 战手俘虏以及缴获都是评判指标 不能以仗资历较老就随意乱封 一旁拿来考兔的李广正好听到这番话 心如死灰转身离去 淮南王得知此事认为有机可乘 于是找到李广开始试探 拿李广迟迟不能被封侯说事 替他惋惜的同时又表明态度 只要李广肯效力于自己 便会须给他高官厚禄 李广听出了淮南王有谋反之意 当场就拒绝了他 并没有因为封侯一事背叛刘彻 这叫淮南王不禁感叹道 李广担心刘彻会遭到淮南王的刺杀 回到军营后立刻吩咐部下加紧防备 又对刘彻一番旁敲侧击 表示皇帝的行程已经泄露出去 为了安全劝他提前返回皇宫 起初刘彻不以为然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他才意识到严重性 此人就是淮南王门下的剑客雷备 因为遭受到了淮南王之子刘谦的毒打 雷备怀恨在心 便将淮南王父子谋反的事告诉了刘彻 此时李广在帐外心急如焚 生怕刘彻不肯回宫性命受到威胁 想要剑驾却被获取并阻拦 二人正在做口舌之争 刘彻立刻将李广叫到营帐中 决定返回皇宫躲避刺杀 眼下还有一个棘手的难题 就是如何处置淮南王 虽说雷被检举揭发他的罪行 可毕竟没有实据 况且现在推恩令和薛藩正在实行 天下诸侯早就心存不满 这时除掉淮南王只怕会引起动乱 所以一定要慎重 可自己就这么离开实在是有损天子威严 也会给其他诸侯一种错觉 认为皇帝软弱可欺 所以必须予以追究 于是刘彻派获取并前去训斥一番 以此达到敲山正虎的效果 淮南王听说此事后忧心忡忡 认为刘彻是想借机除掉自己 决定安排刺客藏在自己周围 如果获取并敢动手的话立刻结果他们 好在刘彻在诏书中并没有提到谋反一事 二人也松了一口气 刘谦本想要铲除掉货去病 却被淮南王拦住 他决定取消原先的一切刺杀计划 三年后一场暴风雪席卷了匈奴境内 匈奴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了弥补自身的亏欠 医治邪再一次对大汉发起了进攻 此时汉奸中行说奄奄一息 他强撑着一口气对医治邪嘱咐道 大汉在刘彻的治理下日益强盛 匈奴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肆意妄为 若想长期生存下去 千万不能和汉军硬碰硬 而此时王太后三年守丧七一满 大汉终于可以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刘彻隐忍了许久决定对匈奴人展开反击 派遣魏清带领霍去病肇姓等人出征 霍去病刚进入战场 便迫不及待地请求参战 魏清担心外生实战经验不足 只交给了他一个简单的任务 医治邪身之此战是场硬仗 对阵汉军胜率较小 于是他听取了中行说的建议 一改往日硬碰硬的作战方略 想要使出美人继续诱惑汉军前锋赵姓 医治邪找到了赵姓的老情人阿一妹 去唤醒他胸中那颗匈奴人的心 赵姓率领大军直奔匈奴腹地 刚要准备一声令下发起进攻 阿一妹便驾马急驰而来 赵姓见到老情人一时间无心恋战 阿一妹劝他离开汉军归顺匈奴 只要答应自己便以身相许 汉军将领担心赵姓临阵倒戈 于是一箭射死阿一妹叫他断了念想 没想到此举彻彻底激怒了赵姓 他抱着尸体悲痛欲绝 直接带着将士们倒戈 随后汉军遭到了赵姓的重创 对阵匈奴的大好局势瞬间被葬送 魏清得知赵姓叛变的消息勃然大怒 正当魏清不知所措时 外甥获去并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仅带领八百骑兵绕道雀儿湖 避开匈奴主力朝西北方向进发 指导伯斯腾营地 最终斩首敌人两千余名 这叫医治邪大感意外 从军事传达的情报看来 汉军此次行动并没有袭击伯斯腾的计划 刚才来报信的军事说 汉军领头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 所带的军旗彪悍高大装备极器精良 军旗上是个货子 从此医治邪便深深记住了这个名字 成为了匈奴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此时魏清正在为赵姓叛变感到担忧 苏剑遭到重创全军覆没 这使得未来战局变得扑朔迷离 然而很快霍去病就为他带来了惊喜 只见他带回了两千多颗敌军首级 其中甚至包括大丹余的叔父 见霍去病如此应有 就连一直瞧不上他的离广也赞不绝口 魏清见状更是喜出望外 决定带外甥回金面剑圣上 可刚一见面刘彻就嘲讽了魏清一顿 指责他无功而返还不如获去病 当然也给获去病升了关 随后刘彻指出汉军中出了奸细 总是提前泄露军情给匈奴人 经过多方调查此人是淮南王之女刘灵 自己早就听说他与多人有染 并且挑唆淮南王密谋篡位 这些自己都可以忍 可现在他竟然出卖国家勾结匈奴 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 很快刘灵被抓了起来 张汤用酷刑逼迫他交代谋反一事 刘灵自知难逃一死 为了保全父亲在狱中服毒自禁 紧接着刘彻召见淮南王进迎见假 淮南王知道一旦前去便有去无回 又听说女儿自禁 推断谋反之事泄漏 再也不愿苟活于世 引下毒酒为罪自杀 刘彻下令将封地收回由朝廷管辖 多年的心腹之患终于得以铲除 自从赵姓背叛汉军归降匈奴后 刘彻很难能够在作战中占到便宜 毕竟赵姓熟知汉军的战术策略 每当汉军发起进攻时匈奴都能提前获之 这天赵姓向医治邪提出一个建议 最近刘彻在甘泉营督战 他的身后是万丈高山 所以汉军以为背后安全可靠 但是山中藏有一条非鹰剑 他和魏清曾经走过一次 一夜之间就可以抵达甘泉宫 而甘泉宫周围兵力薄弱 正是除掉刘彻的绝佳机会 医治邪听后喜出望外 认为这是昆仑神的恩赐 当即命令赵姓率领三千铁骑出发 医治邪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 可还是被非鹰剑的探子侦查到了 立刻将此事通知了魏清 魏清听后心急如焚 一方面叫军事前去非鹰剑进行抵御 另一方面去甘泉宫附近的虎奔军营 找到校尉赵破弩请求调兵 可李广认为虎弊军尚未加入羽灵军 作战经验短缺只怕难堪大任 然而调来其他队伍都来不及 皇上面临生死危险不容在意 魏清找到赵破弩后说明来意 叫他带领三万精锐阻击赵姓 可赵破弩表示没有皇帝的旨意 自己不敢擅自调兵 魏清只得被迫掏出虎符 众人立刻赶到非鹰剑 及时拦住了匈奴大军 赵姓见魏清在此坐镇大惊失色 意识到计划泄露连忙率兵逃离 魏清有惊无险地化解了危机 他临场决断拯救了皇帝性命 可刘彻非但不奖赏他反而产生了怀疑 指责魏清半夜擅自离营 率军闯入自己所在的进宫 已经触犯了死罪 对于魏清所讲的肇姓偷袭一事并不相信 刘彻担心魏清宫高盖主图谋不轨 当场就把他的虎符收走 在汉军持续的打击下 匈奴大军节节败退 医治邪最终被迫做出决定 带领子民向戈壁大漠以北进行迁移 以此来躲避汉军的进攻 此时的医治邪再也不是当初那个 扬言要夺取长安的大蝉鱼了 只要保住匈奴不被剿灭就算谢天谢地了 而刘彻再次有了叫张谦出使西域的想法 可眼下有一个棘手的难题 匈奴正好挡住了大汉通往西域的通道 便决定攻打匈奴右翼 替张谦打通和西走廊 张谦听后喜出望外 一旦和西走廊被打通 大汉与西域的联系可以畅通无阻 华夏的深微文教可以远拨西方 商与其货也可以源源不断地流通 刘彻声称自己已经选好了将领 说罢忍不住瞟了一眼旁边的获取病 这叫他心中一阵窃喜 可几家欢喜几家愁 魏清和魏子夫最近很苦恼 魏清自从被刘彻收走了虎福之后 虽然名义上还是大将军 可手中并没有失权 整天只得待在家中借酒交愁 魏子夫表示自己正慢慢失宠 皇上对李夫人一家格外恩宠 不断提拔他的亲属为以重任 而李夫人也为刘彻诞下一位皇子 这对魏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天魏清正在做一把木剑 想教刘具一点剑术博得刘彻喜爱 因为皇帝一直对文弱的刘具不太满意 平阳公主在一旁分析道 现在自己弟弟在军事上冷落魏清 在感情上冷落魏子夫 是因为他不想看见 魏家的势力越来越膨胀 不想看到未来的太子 因为有强大的外家而有恃无恐 这是为了成就未来太子的地位 果然正如平阳公主所预料的一样 刘彻很快找到魏子夫 表示自己想为刘具找一位太子太夫 魏子夫听后激动地险些昏倒 很快刘彻宣布策立刘具为皇太子 一时间魏家喜出望外 霍去并即将出征进攻匈奴 刘彻为他举办起了篝火晚会 众将是狼吞虎咽地造了起来 唯独霍去并眼巴巴望着一口不吃 刘彻询问起缘由 霍去并说自己不太喜欢这种吃法 刘彻便让他多带几个厨子一同上路 此话一出遭到黎广指责 魏将者不能同将士同甘共苦 却自己开启了小灶 难道不怕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吗 可霍去并认为为将者 没有必要和士兵同甘共苦 只要赏罚分明 激起士兵对胜利的渴望足矣 没有必要拘泥于刑事主义 等到仗打赢了想吃什么都可以 刘彻认可了霍去并的观点 决定回头赏给他几个好厨子 随后安排好了各个将领的职责 唯独叫魏清留在长安坐镇中央 表示杀鸡烟用牛刀 可实际上是担心魏清宫高镇主 不打算叫他再掌钉 刘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额外多把给霍去并一万精锐 并且叫他回去仔细整理军备 出征前他要亲自点验 刘彻对霍去并越看越喜欢 甚至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到了出征这天刘彻检验出征队伍 发现了许多奇怪之处 刘彻叫士兵把武器全部掏出来 活脱脱的就像一个移动武器库 这叫他感到十分好笑 除此之外霍去并还准备了授医 以防行军途中战马生病无人看管 刘彻听闻对他赞不绝口 表示霍去并如果再多赌点兵法 仗就可以打得更漂亮 这是霍去并首次率军出征 仅率领一万精锐直插匈奴腹地 一路向西越过燕之山 斩杀了折兰王如后王 在贺兰山击破修徒王的主力 把修徒王祭祀用的惊人神像夺走 修徒王只得退到燕之山一息 或去并趁热打铁又直奔魂邪王 现在已逼近楼兰地区 这叫刘彻赞不绝口 匈奴王子听闻或去并来袭大惊失色 想不到他尚且年轻却如此英勇 汉军此次与以往任何一次打法皆不同 并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 也不要后方辞重部队 来去如风似狂飙突进 故而沿途军队军被击破 无人可以阻挡 魂邪王听后大为恼火 认为修徒王拥有十多万精锐 却抵挡不住汉军一万人马 分明是想把战火引至自己境内 王子表示霍去并连日征战人困马法 可以叫魂邪王在齐连山设下伏兵 叫修徒王回兵合机 到时候霍去并父被受敌必败无疑 可匈奴人还是小瞧了霍去并 他面对齐连山选择绕道而行直奔张叶 率军杀到了匈奴王子的大营 直接捕获了匈奴王子 并命连将其押回京城 霍去并没有停歇继续突袭匈奴王庭 等到修徒王与魂邪王反应过来为时已晚 一时间二人相互推卸起责任 而刘车认为匈奴人刚遭受重创 正是全军出击的绝好时机 他叫李广张千率军进攻左贤王 最终与公孙敖会是齐连山 魏卿担心外甥长期作战支撑不住 请求叫霍去并返回京城暂缓出兵一事 却遭到了刘车的反对 他对霍去并充满了信心 霍去并此时率军来到金泉河旁庆祝胜利 将玉九倒入河水中与将士同饮此久 这条河后来便被称为九泉 也就是现在的九泉卫星发射基地 太元初年汉武帝下诏设立九泉郡 在匈奴修徒王顾帝设立五威郡 又在魂邪王顾帝设立张叶郡 进一步扩充了大汉的版图 医治邪德之后大为恼火 被一个二十岁的汉朝将领 在同一地点用同一方式打趴下两次 医治邪为了发泄怒火 派遣使者赵修徒王和魂邪王面见自己 魂邪王意识到医治邪是想兴师问罪 此一去恐怕凶多吉少 干脆不如归降大汉以求自保 刘彻德之后为了以表诚意 派员送来美玉一块表示答应请求 可修徒王却另有打算 想要让他把美玉交给自己 再由自己转交大单于替他求求情 魂邪王勃然大怒当场斩杀了修徒王 并且率领士兵前去主动归降霍去兵 可修徒王的部下宁死不祥发起进攻 霍去兵料想到敌人可能会诈响 没有丝毫慌乱立刻找到魂邪王 询问他是否真心归降大汉 得到了魂邪王的肯定后 霍去兵终于放下心 没有了魂邪王的支持 修徒王部落很快遭到了汉军围剿 霍去兵迅速平定了归降匈奴的叛乱 匈奴最强两大部落向大汉缴械投降 这条广袤的西部狭长地带 被后人称之为河溪走廊 成为华夏通往西域的一条坦途 在霍去兵的闪击下匈奴接连败退 医治协下令将子民迁移到大漠以北 想要躲避汉军的攻势 刘彻得知后立刻召击中将领 他决定穿过大漠彻底剿灭匈奴 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丝机会 可霍去兵当即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表示自己八千惊奇虽然可以纵横草原 但是想要穿过荒无人烟的大漠 必须需要资众部队提供补给 沿途环境恶劣水源匮乏 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汉军成功穿越大漠找到匈奴 倒是必定人困马乏无力再战 魏清更是给刘彻算起了账 想要实现跨沙漠作战 一个战士至少要配上三匹马驼再物资 这就需要大批的粮食马匹 对于朝廷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众人认为此举简直是痴人说梦 劝刘彻打消这个念头 但刘彻却觉得所有人都不同意 那就说明自己可以打匈奴一个出其不意 为了实现远征匈奴的计划 刘彻实施了拓展裁员的新政策 不断积累财富壮大国力 将盐贴酒类的权利收归国有 同时革新更离推广新农具 国家的财政收入飞速增长 为击败匈奴奠定了重要经济基础 为了彻底剿灭匈奴 刘彻决定动用不足50万马匹30万 以五人保证一人 担任梁末攻击支援骑兵军团作战 刘彻的征兵诏书搬出后 震动了整个大汉 到处都是开赴前线的新兵 大军开拔前 刘彻叫来霍去病一番叮嘱 叫他去进攻匈奴大禅与主力 派魏清进攻匈奴王廷 刘彻把更艰难的任务交给了霍去病 由此看来皇帝更加信赖他 此时狼居续由幼鼓离王驻守 刘彻得知后立刻下达战令 派遣霍去病对狼居续发起进攻 而霍去病也没叫他失望 率兵出郡两千余里抵达漠北 将幼贤王的主力彻底剿灭 而幼鼓离王向北继续逃窜 霍去病直逼匈奴老巢踏平狼居续山 随后举行祭天仪式封狼居续 刘彻听到汉军大圣颇为激动 来到殿外夜观天象 发现孤始七星直射天狼 属于大吉之相 刘彻当即命令工匠们 在成名殿的墙壁上记下此福瑞 两千年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九五年 在新疆明峰县尼亚遗址内 出土了一件武士之锦护壁 上面绣着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八个大字 而一致邪听闻此事大吃一惊 他不相信狼居续那么快就失手了 自己都已经躲到漠北来了 想不到刘彻竟要把匈奴赶尽杀绝 眼下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 一时间急得焦头烂额 中航说临终前献上毒计 那就是在漠北所有水源处放入病死牛羊 传播瘟疫和疾病 可此举乃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一致邪担心匈奴士兵也会感染瘟疫 况且这样做太下散烂了 中航说却表示对付汉军要不择手段 只有拿出自杀的勇气才能保住匈奴 让每一处山丘草地都变成汉军的坟墓 说罢便撒手人寰 一致邪强忍悲痛将其埋葬 随后命令士兵开始投赌 此举虽然一定程度上 延缓了汉军的攻势 但并未改变大的战略形势 魏清最终杀到了一致邪的老巢 而一致邪早已设下埋伏 他派出小谷部队杨庄主力与汉军对峙 引诱魏清主动进攻 然后自己在率领主力绕到背后偷袭 汉军遭遇前后夹击必败无疑 一致邪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啦响 可是他还是小瞧了魏清 魏清瞬间识破了一致邪的轨迹 决定将计就计 派遣李广扬装汉军主力进攻匈奴 为了保存主力与一致邪决战 魏清只拨给李广三千惊奇 并且叫他在天黑之前发起多次进攻 给敌人造成一种李广就是主力的假象 目的是把一致邪大军引出 魏清便可率领汉军主力绕到匈奴背后 进行偷袭将其一网打尽 李广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把自己当成诱饵了 此战只怕是有去无回 可他还是答应下来 魏清为了弥补对方心中的愧疚 将皇帝遇刺宝剑送给李广上阵杀敌 李广来不及过多感伤 便发起了战前动员大会 随后率领三千惊奇直奔匈奴 大弹于看到李广作为前锋 误以为汉军主力中了圈套 立刻从埋伏好的丛林里杀出 李广一时间遭到前后夹击 他虽老荡一壮奋勇杀敌 奈何年老已摔体力不支 最终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魏清剑时机成熟下令全军出击 从后方包抄了精疲力竭的匈奴 瞬间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此时医治邪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 部下劝他尽快撤离 可医治邪决定与将士共存亡 最终倒在汉军的剑弩之下 严寿四年的末北决战 是刘彻时代登峰造极的一次凯旋 匈奴缠于各部落皆遭到了惨重打击 从此数十年间匈奴不敢南静 大漠之南在吴王亭 汉静基本解除了编幻 可大汉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汉军士族死者数万人 马匹出塞十四万匹归者不足三万 非将军李广更是战死沙场 李感认为是魏清逼死了父亲 怒气冲冲地找魏清要替父报仇 一言不合尽掏出宝剑刺向他 好在魏清反应及时躲过致命一击 可还是伤到了胳膊 魏清本就对李广心存愧疚 为了尽快稀释宁人决定放过李感 可平阳公主大为恼火 吵着嚷着就要去找皇帝理论 魏清根本不惯着媳妇 当着下人的面一点脸也没给他留 平阳公主委屈得嚎啕大哭 一连几天都是闷闷不乐 这天霍去并带着霍光拜见魏子夫 看到平阳公主愁笼满面疑惑不解 询问缘由后这才得知舅舅被李感刺伤 霍去并对李感怀恨在心 决定除掉他替舅舅出口恶气 这天二人外出狩猎来到一处偏僻角落 霍去并见周围无人 对李感搭攻瞄准 历见正中李感额头 霍去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随后主动找到刘彻告知此事 刘彻内心大惊却故作镇定 派人将李感厚葬 叮嘱不要将此事声张出去 随后将众人遣散离开 对着霍去并就是一顿训斥 随后对着他一顿拳打脚踢 就像教训自己的儿子一样 指责他心胸狭隘 辜负了自己对他的厚望 可霍去并还在嘴硬 认为李感刺杀舅舅最不可恕 自己除掉他做的没错 刘彻打了半天骂了半天终于累了 冷静下来还是决定保住霍去并 但是京城他是不能呆了 这件事是捂不住的 早晚得传出去 望着霍去并离去的背影 刘彻眼神里充满了心痛和不舍 可行置办图霍去并突然意识恍惚 支撑不住身体从马上摔落 部下要带他回长安治病 他却坚持服从刘彻的旨意 强撑着病体艰难爬上马背 没有休息治疗继续赶路 最终病情恶化英年早逝 长安城内刘彻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他心神不安久久不能平静 预感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没多久赵破奴穿着一身丧服赶回皇宫 刘彻见状大为震惊 已经猜出了大概 随后急忙赶到了获去病的尸体旁 眼含热泪亮亮呛呛地上前查看 如死灰悲痛欲绝 想不到此一别竟成了永别 自己苦心培养和器重的将领 就这样潦草结束了辉煌短暂的一生 陛下陛下不能碰 陛下有毒 陛下 关于这位年仅24岁天才将领的死因 历史上众说纷纭 有一种推测认为当年末北之战中 获去病误引了投毒的溪水感染瘟疫暴毙 第二种说法是由于获去病经常发动闪击战 经常转战千里长途奔袭 士兵和战马可以轮换 但主将从来都是他自己 长达四年的作战早就让他透支了体力 最终积劳成吉在本该巅峰的时候病死 可获去病生前生猛没有丝毫病态 末北之战结束后第三年他才离世 所以感染瘟疫和病死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还有一种说法是死于汉武帝之手 末北之战结束后获去病立下大功 威望已经到了顶点 皇帝担心他功高震主所以将其除掉 但是仔细推想一下当时匈奴未灭 汉武帝还准备继北征正式用人之计 即使想出调获去病也没有到合适时机 又岂会这么早泄墨杀驴 综上所述获去病被暗杀的可能性最大 一转眼汉武帝已经变成六十多岁的糟老头子了 却依旧不服老 迎娶了赵结瑜这个美人 你看他一蹦一跳的 都是装给媳妇赵结瑜看的 为的就是告诉他自己还没老 可以给他带来满满的幸福 这一幕恰好被魏子夫看到 顿时醋一大发 可当着皇帝的面也不敢发作 魏子夫看到年纪轻轻的赵结瑜 李夫人死之前汉武帝最宠爱的就是他 怪不得皇帝对赵结瑜如此宠爱 刘彻把赵结瑜打发走后 询问起魏子夫太子大婚的事情 魏子夫表示儿媳妇现在仅仅是个良帝 按照汉律就不能做太子妃 太子也不能和他进行婚陪 所以应当尽快把儿媳妇立为妃子 然而汉武帝 却让刘具先做合格的男人 其次才是做合格的太子 话里话外透露出对刘具的不满 这叫魏子夫颇为担忧 想起正在得宠的赵结瑜 更是叫他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 于是询问起太监赵结瑜的来历 这才得知是刘彻寻游和坚实遇到的他 刘彻初见他时 他的手紧握成全不能伸开 用手帮他披斩后才得以身卷自如 他的手刚伸开时 手中竟有一枚钩形的胎记 所以刘彻才称他为勾义夫人 这勾义夫人酷似死去的李夫人 简直是一模一样 看来刘彻还是放不下李夫人 刘彻不仅封李夫人的哥哥李广丽为将军 又封他的儿子为昌义王 现在多出了一个勾义夫人 难怪皇帝看刘彻是越来越不顺眼 为了保住儿子的太子位 魏子夫亲自找到病入膏肓的魏卿 趁着弟弟现在还能讲出话 希望他在皇帝面前替外甥说几句好听的 否则迟早昌义王会代替刘彻的太子 魏子夫哭得稀里哗啦 弟弟见状也开始心疼起了姐姐 便答应魏力去找刘彻提要求 魏卿在军中的威望很高 众将士直接将其抬入皇宫中 与邻军见状纷纷低头表示敬意 而刘彻听说魏卿来了又惊又喜 迫不及待地准备亲自迎接 刘彻迈着匆匆的步伐赶去接见 当见到魏卿的那一瞬间 过往的思绪瞬间浮现在眼前 他想起了魏卿年轻时纵横战场的英姿 魏卿更是不顾病体趴在台阶上 一步步地爬向皇帝 汉武帝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主动走下台阶奔向魏卿 天子降阶与邻低头 放眼整个天下只有魏卿有如此高的待遇 此刻二人的关系已经超过了君臣 更像是一对多年未见的老友再次重逢 魏卿表示自己是一介齐奴出身 皇帝却不顾及自己的卑微地位 耐心教导委以重任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这份恩情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尽 自己这一生死而无憾 只是有一件事还想请求刘彻答应 那就是太子刘局 他虽远不及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 但是却有一颗人善之心 尽管现在太年轻但是要稍加磨练 必定能有一番大作为 刘彻猜测一定是魏子夫叫魏卿来的 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废掉太子 于是表示自己非但不会废掉太子 并且还会替刘局铺好路 如果制度不能改革后世便无章可循 如果不南征北讨天下就无安宁之日 想要达到这两点就要劳民伤财 自己把挨骂的事都做完了 等到太子继位后便会叫他多识人证 太子性情敦厚好尽 将来是一定能够安抚好天下 元丰五年魏卿因病离世 这位出身奴隶的铁血统帅 靠自己卓越的军事天赋 为后世的历代兵家所敬仰 汉武帝以国葬将其安葬在茂陵东北侧 坟墓样式仿照塞北阴山的形状修建 以此纪念他远征匈奴纵横墨北的战功 一代名将魏卿的传奇一生落下帷幕 一段时间后勾一夫人为刘彻生了个大胖小子 这叫刘彻又惊又喜 看来自己的身子骨还硬朗得很 顿时笑得何不拢嘴 决定好好嘉奖一下勾一夫人 改勾一公门为姚母门 李广丽和刘屈茅得之后忧心忡忡 二人一直想扳倒刘居和魏子夫 扶持昌翼王成为新任太子 昌翼王刚刚有点希望 却又冒出来个新皇子弗龄 李广丽思索一番记上心来 先联合勾一夫人斗倒魏家 最后集中精力除掉勾一夫人 经过耐心的等待二人终于迎来了机会 由于汉武帝老年变得愈发昏溃 听信了小人挑唆发起了巫蛊之祸 并且重用了勾一夫人举荐的姜冲 封他作为秀医使者督察不法之事 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 姜冲率军在城中肆意妄为 以搜查巫蛊为由抓捕了大量百姓 为了叫刘彻更加相信巫蛊的存在 姜冲找来一名西域的巫师 荒称东南方向有漫天的妖气 并且聚齐在皇宫中 如不除掉将会影响刘彻的龙体 刘彻听闻大惊立刻下旨绝地挖骨 真和二年的巫蛊风暴刮了整整两年 近两万人受到珠连 就连魏子夫的两个姐姐也未能幸免 刘彻的两个女儿以及魏清长子君被牵连 姜冲将整座皇宫上下搞得鸡犬不宁 众人假装在魏子夫的寝宫和太子宫 找到了提前买好的人偶 对二人进行栽赃陷害 魏子夫和太子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 他不忍心看着小人将大汉天下搅乱 决定除掉罪魁祸首姜冲 太子决定以监国太子的身份抓拿监党 弄清楚整个阴谋的经过 本太子现在就斩了你 然而汉武帝误以为刘具起兵谋反 决定叫刘区毛率兵镇压执行国法 太子率领仅有的亲信殊死抵抗 最终因为寡不敌众兵败 魏子夫为了保全儿子性命 将他送出宫外躲避 自己则选择悬良自尽 汉武帝非但没有替皇后感到惋惜 反而展开杀戮追杀太子 所有太子身边的人全部杀掉 追随发兵的疑虑诸足 很快太监苏文带来噩耗 太子刘具因为兵败逃亡被捕 不肯受辱选择自尽 文武百官生怕惹恼了皇帝 无人敢替太子刘具鸣不平 只有田千秋主动为其发声 认为刘具的死是因为刘彻放纵坚定 导致太子被陷害 被逼无奈才起兵解救急难 汉武帝这才反应过来后悔莫及 自己年老魂溃被小人利用了 因此错怪了太子 正当他极度悲伤事边赛再次传来消息 匈奴再一次进攻大汉边境 刘彻只好令李广的儿子李灵迎战 然而李灵遭匈奴围堵 竟然选择投降 刘彻得知此事遇杀了李灵全家 司马迁替李灵求情竟被行攻行 一段时间后刘彻带着勾义夫人 与刘福玲一起去参观攻略乡 攻略乡的百姓们热情地欢迎刘彻 刘彻看到民不聊生百姓痛苦不安的样子 十分难过 刘彻回宫后将身边的巫师全部赶走 他不再吃丹药改喝汤药 刘彻向天下人澄清自己的错误 并表示后悔 此举让百姓感到震惊 刘彻立刘福玲为太子 却杀了勾义夫人 刘彻看了司马迁的书后竟被弃病 但他并没有将此书烧毁 而是留给了后世 这就是汉武帝刘彻54年的统治历程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而汉武帝的时代 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 最值得自豪和展示的伟大时代之一 因此现在多成中国化为汉语 中国人为汉人 整个汉武大帝的剧本 基本遵照了史记与汉书的史诗记载进行创作 相对来说是完整的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观看原片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